哈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夏安心灵塔罗 这世界的美好是谁和你一起看 你故事中的主角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你的身边 怎样的爱情经历可以证明你们的爱不是一时兴起 我们来看一下你和终身伴侣的信息吧 祝福大家心中所想,节能如愿 那桌面上可以看到呢,是有三组的选项 从左到右分别是我们的第一组 第二组,第三组 这失牌仅仅是给大家做选择的 不具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所以放轻松选择吧 接下来请静下心来 用直觉去感受这三张牌 选择出跟自己最有连接的一组 如果对两组都有连接,那就可以都看 不需要着急哦,选好以后就可以和我一起进入到抽牌解牌环节 我们等下见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这一张呢就是大家所选到的指示牌卡 那我们先将它放到一边 接下来的话呢,抽牌看一下说 第一组朋友大家当下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 帮助大家确定一下是否选择到了正确的分组呢 那我们依然是抽三张牌来看一下 第一张牌的话呢,保健一 这张牌上来给我的感觉是 可能第一组朋友有一些关于感情 有些感情上的暧昧的能量来自于和工作相关 它好像就是合适为主 但是它会给你的心动的能量稍微有一点弱 所以可能会有些朋友在怀疑 那我到底说是我自己缺乏心动的感觉呢 还是这份爱本身就不适合我自己 可能会有一点小犹豫 有这个,因为这张牌能够看到 是有一种施爱的一个感觉在 但它好像是同时让人感觉要说 太有礼貌了 然后有一种有距离的感觉 会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说 没有那么的就是亲近感 那好虽好就好像是又差了一点 说不上来的这种感觉一样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第一组朋友应该是一个 非常理性的人 我觉得你们为了工作啊 为了人生目标事业啊 就是以及说为了做自己 在这件事情上 你花的精力和时间就还蛮多的 就是你会比较刻意的关注于说是 自己的自我成长这一方面讯息 然后接着的话呢 我们还抽到了是全降一这一张牌 那都是一号牌的能量 我们第一组朋友人生 可能会出现了很多事情啊 是在一个刚刚开始 或者说是在重新开始 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有些朋友可能是结束了一段关系 终于放下了某一种执念 然后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状态当中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就是最近桃花有点多啊 然后二选一嘛这个是 好然后是审判牌 确实有经历重生的一个能量啊 那如果说过去某些执念 某些事情困了 困住我们第一组朋友太久的一个时间 那现在的话呢 很好啊 就是我们刚刚经历重生的话呢 可能会是容易感觉到自己的想法 信念不能够很好的维持 会有一些时间点 情绪的话呢容易反扑 但是没有关系 就人生的话呢 在重生刚刚开始那个阶段 会有很多的讯息 很多的想法是需要重新塑造的 这个时候就犹如新生而一样 确实会比较的脆弱敏感 然后而且就产生了一种说 缺乏安全感的情况 但是这个的话呢 不是你的问题 它只是阶段性的 就像是我们可能会是阶段性的 在这个季节性的这种情绪起伏 等等这些事情的话呢 都有可能有关系 但是还好 我觉得你们放下了过去的某一段恋情 某一个前任啊 然后当然来讲的话呢 可能甚至说是一个 有很多距离 都没有真正达到那种 说特别亲密的状态当中 但是这段关系的结束 或者是放下了某种执念 然后对于你来讲 也是解脱 因为你知道说 勉强于过去 是耽误自己啊 你就知道它是没有结果的 因为它甚至说 是让你看不到未来的 所以现在是慢慢放下的过程 我觉得说很好啊 一号牌这么多 然后再加上审判牌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说大家的话呢 只是好像说是乌云散去的时候 然后从 然后这个太阳还没完全升起 所以明暗不定的状态会让我们心飘起来 但是没有关系的啊 那当然的话呢 有些朋友应该是之前有过婚姻 然后现在结束了 也是好事情啊 那同时的话呢 给我感觉说是 这个审判牌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水元素的能量 这组朋友可能会在物质上的话呢 感觉说有点不稳定 或者是你的现实生活呀 动荡性有一点强 可能说是要经常的出差呀 或者是你工作上的 就是如果说你的工作是和业绩相关 就是起伏度比较大的话呢 可能你会危机感稍微有一点多 然后这组朋友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说 对于工作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一点排斥 就是说我不想工作 虽然不想工作的情绪 可能人人都有 但是最近这个时间点 好像达到了一种高峰 会觉得自己的话呢 缺乏一种固定性 一种稳定感 你会觉得说 自己的心是飘荡的 是非常的不确定 然后会很犹豫于 说是要去做某事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那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说这一组朋友 因为缺乏土元素的能量 所以你会觉得内心当中 有一种空荡的感觉 在情感 以及说是金钱层面 你可能会去花钱 去消费 让自己的内心 获得一种平静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第一组朋友的 星座能量的话呢 首先我会看到 天秤水平 双子座 以及白羊狮子射手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巨蟹天蟹双鱼 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你们的一个星座讯息 当然还是以我们前面 能量不分为主 好我们就把这三张牌 收起来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当中 今天我们来看的呢 就是说 大家什么时候 会遇到你的终身伴侣 我们先来看看 最近大家的一个 桃花运势 会是如何的 看看说桃花运的 一个走向是怎样啊 这张牌卡 我会觉得说 我们第一组朋友 你身边确实有一些人 他是比较的关注于你 比较的喜欢于你 但是好像他还没有 真实的去表达出来 他在默默的守护着你 因为这张的话呢 感觉就像是一个 假面骑士 一个假面骑士 因为他戴着面具 会给我感觉说 他是在保护自己 他既是一个骑士 在为你的话呢 默默的付出 默默的关注于你 默默的喜欢着你 但是同时的话呢 他也是一种说隐藏自己 你看你看他整个人 其实穿着是这种盔甲的感觉嘛 他就不是那种说是 很坦然的站在一个 光明正大的状态当中 与你相望 他好像藏在一个 比较黑暗的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说对于啊 如何能够直白明确的 去表达出心里 对你的情感和想法 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还是一个默默去观望 然后甚至来讲 他是一个说将自己 对于你的喜欢的话呢 藏到了一个内心深处 你们可能是朋友的关系 可能是合作者 同事的一个关系 但是好像就没有真正的 去表达情感 但是你身边是有桃花的 而且说我感觉 他已经关注你蛮长时间了 只是说可能我们第一组朋友啊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 长时间处于某一个状态 身上散发出来的一个气息 会让他觉得说有一点说 不敢于去靠近于你啊 然后你会觉得说呢 我好像也没干什么呀 但是他可能就是 有时候我们常说的 因为在意 因为喜欢 所以会产生一种自卑感 他会觉得说有一点说 不敢靠近于你啊 然后会觉得说 你周围的气场啊 然后你整个人状态 好像以工作呀 或者是朋友为主 没有给他一个机会 能够让他去向你 递出圣碑 去向你表达感情 但他确实有在 随时关注于你 我觉得他随时准备着 但是就好像是 差了那么一丢丢的感觉 会让他觉得说 我好像还没到时间点啊 随时准备着 我觉得他很确定于说 是他对于你的感觉 然后对于你的情感喜欢 只是说像什么呢 像是一个还隐移 黑暗当中的一个人啊 会有一点说是 不敢讲 或者说是觉得 自己还差一点点吃鸡 会觉得说 最近工作一忙 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得再等等 再去表达情感 这张牌 那确实啊 我们第一组朋友 身上散发出来的 这个能量 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好像是一个说 更多是一个向内收 因为他这张牌 看起来就是一个 关在某一个状态当中 就是其实光 已经从你的生活当中 照进来了 就像是这个桃花的能量 它已经在关注于你 可是的话呢 你好像是 眼睛看的是别的地方 没有回头去看 这个张望你的人 就是你们的眼光的话呢 都没有在对方身上 然后的话呢 你会觉得是什么 从过去到现在 你很多时间点 都会觉得自己遇到的桃花 不合适 因为感觉说 是不是我所处的环境 不一样 然后甚至说 你会在想 是不是我自己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 对着水去望 水里面的话呢 是更多是想法 是代表过去的 一些能量的这种拉扯 是代表着说 可能会在水中 看到是自己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第一组朋友 可能就会是说 你再去反思很多事情 但是会把很多的一个原因 归咎在自己身上 然后同时的话呢 这一组朋友 你周围的状态 能量 环境因素 给我感觉说 确实给到了你 非常多的压力 然后也包括说是 一些人的关心 会让你觉得说是 不太想接触 就是你会感觉到说呢 有人好像是在看你 有人好像是在关注你 当然也会有一些 朋友啊 家人啊 他可能会过来问你说 说是你的感情生活 你知道他是好意 可是你确实能够感受到的 更多是来自于压力 你感受到是一种负面的能量 所以这组朋友就是 还真的是 最近桃花运呢 更多是你需要去走出来 我相信说 其实窗口已经打开了 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 还需要去再整理整理自己 这些时候啊 是一个过程 不要着急 每次的话呢 都能够在 视频当中 多多少少看一些能量 会被一些 心中的负能量啊 或者是周遭的环境的拉持 导致自己的话呢 有一点说是害怕去恋爱 可能说我们人生也确实是 经历过不好的事情 甚至有的时候 如果是自我保护机制 比较强烈 无意识当中经历啊 就是不是自己亲身经历 在周围的一些重要人身上 看到了一些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 这些负面的讯息啊 它就好像说是扎根于你的内心当中 会让你有一种隐形的担心 觉得说 哎 他都那么好了 他还遇到一个不好的爱人 那我真的能够也遇到 我真的能够遇到 说是特别优秀的人吗 你会很担心 你会觉得说呢 感情它不太像是一个工作一样 工作它能够是 真实的给你一部分的回报 你觉得爱情它好像是太过于飘渺的 太过于说是看不见摸不着 而且它是一个会流动的 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现在爱我 可能过一段时间不爱我 那可能就是我们 第一组朋友的心绪 还没有处于一种 说是走出来这个状态 然后我们更多是受到环境的因素 其实你是渴望爱的 只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不够光亮一点 有桃花 它也有一点说是 好像被这个牢笼的大门所框住了 没有办法很有勇气的去走向你 所以其实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都说嘛 其实今年快要结束了 不管说是农历的新年呀 还是我们阳历的新年 那总之来讲 让自己的话呢 去改变一下 万象更新的时间点 不管是我们自己去创造 还是偶尔我们去变动一下 给自己一个正向积极的 好的环境 我觉得说 其实你就很容易说是 去看到自己啊 走出来了 或者是调整很多 然后再来一张桃花运势 其实的话呢 我觉得说上天已经在关注着你了 它真的话呢 是在去给你酝酿着说 如何给你递出桃花 就是我觉得说 大家桃花运势还是可以的 你本身也是能够去拥有桃花 但是这几张牌都会给我感觉说 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种状态 就是在去得到爱 和保护自己的这两个事情的权衡当中 我们会习惯性的将自己处于一种说 我想保护我自己 然后一些不确定的爱情的话呢 我不去接触 也不要让自己去受伤害 但是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的心处于一种 很难享受当下 很难去平稳的接过 别人给我们递过了橄榄枝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的话呢 就是你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都会很容易产生一些纠结的心态 觉得说呢 自己就不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一旦我们调整自己这个心血 你的桃花运势就会豁然开了 这三张牌给我的能量就是可以 就是桃花运也很好 但是好像就是错过了很多 那我们第一组朋友可能现在回头去看 你也发现啊 自己过去的时候 确实会是错过了一些人 然后的话呢 那些人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糟糕的一个能量 但是就好像说是不停的去做过 无限的在这个循环当中进行 进行着 你觉得自己还想再去观望一下 自己还想看一下 但好像说是就差了那个时机之后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契合度就改变了 不再是一个能够去互相搭配着 然后旋转起来的这样的两个齿轮了 最近桃花运是的话呢 我觉得有 而且说是只要大家去发现自己走出去 然后去走到一个说更开阔的 更多人接触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就能够说是去发现 关注你的桃花 我觉得真的你身边是有暗恋者 而且说只要你走出去啊 你就会发现自己桃花运很旺 因为这三张牌主要的能量就是隐藏 没有让自己去走出去展现自己 那就是说可能会让我们错过 就是这个礼盒的话呢 它已经放到了你的门口 但是好像我们没有及时发现 然后它就会是被清理走了 或者是过期失效了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只要我们就是调整一下自己 从这个比较固定化的状态当中 更换一下环境 走到新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当然来讲 如果说你所处的环境当中 遇到桃花你都不喜欢 你可以走到你想要去接触的 你喜欢的那种氛围当中去面对桃花 你会发现说很容易遇到 因为这里我会看到说 确实有在去关注着你啊 你的桃花运是一个 你被关注而你不自知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然后时间点的话呢 遇到桃花的时间点啊 有些朋友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 两个月 两个月左右就能够去递出 就会能够去接到圣杯 对 然后两个月的时间点 然后再接着的一些时间 如果说是久一点点 那就是明年的四月份和七月份 你是最容易遇到终身伴侣的 最近一点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两三个月这样 其实的话呢 就差不多是有一部分朋友 在度假 在休息的这个时间点 你是可以遇到你的终身伴侣 好不好 这个是正元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它不能够是一个单一的时间 大家并静的话呢 人生的发展进程不一样 你可以留意一下这几个时间 然后我觉得说 大家能够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桃花的时候 感受到一种很欣喜能量 当然来讲的话呢 在正元遇到之前 我觉得你身边还是有桃花的啊 大家自己可以说是 再去考虑要不要 到底和他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这种接触 或者是怎样啊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们还是今天主题是关注 大家的一个终身伴侣嘛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这段关系 它能够给你带来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能量 这段关系 就是终身伴侣 它给你的人生有哪些 大的这种转变出现啊 然后的话呢 这里抽到的是 Cinbee的公主 我会觉得说呢 这一组朋友啊 你们之间的这个情感关系 应该是给你带来的能量当中 有一种说是物质充沛的这种状态啊 然后同时的话呢 它给我感觉是一种稳定感 那大家还记得 那时候看大家的能量讯息当中的话 发现你们就是缺了一种 土元素的稳定的能量 土元素它是大地的能量 然后给你带来这种说 土元素的讯息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就好像是不断的能够从一个 稳定的一直存在的环境关系当中 然后去汲取能量 就是它对你的这种爱 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是一种 很踏实的感觉 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金钱 或者说是生活变动 就会让我们缺失安全感 让我们觉得不稳定 而是有的时候的话呢 它更像是一个心理上的 能量上的需求 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依赖的人 然后依赖的关系 这段关系必须要让你感觉到说 它是会永远存在 不会消失 那这段关系 因为给大家带来是星碧公主的话呢 那它确实说啊 是一种蜕变 一种成长 那同时它也是源源不断的 这种稳定的一个能量 就如果说之前的时候 很长时间就是处于一种 说是内心好像有一个洞 然后的话呢 处于一种说走不出来的状态 从这个讨花运的能量来看的话呢 大家啊 遇到这个关系之后 你会感觉到自己发生了蜕变 就好像是星碧的公主一样 然后的话呢 得到是源源不断的这种安全感 因为星碧的公主 它必然是会觉得说 自己是稳定的安全的 而且它还是有人想要去保护的 就不仅仅说呢 你是能量充沛的 你还会有充沛到一种说是 你要去保护他人 保护你爱的人 保护你想要关注的人 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哦 再来抽牌看一下 然后以及教皇牌啊 我会觉得这段关系的话呢 就是对方家里的长辈会超级喜欢你啊 你会得到长辈的爱护啊 有时候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有一点担心啊 这是年轻人之间的恋爱关系 那么说长辈的话呢 会不会说是给我们压力 让我们感觉到说会不会不开心啊 不是的 我会觉得说这里如果出现教皇牌的话呢 他的能量就会是让我觉得说 长辈 然后尤其是对方的父母会特别的喜欢你 他会觉得说呢 特别的信任你 相信你 给到你一种说是 让你觉得说他们长辈 也会说是非常的关爱你 他是一种相信的能量 我觉得说对方啊 他应该会和你有一定的年龄差 这种差距感会让你觉得说呢 对方是能够紧紧的与你连接 就很明白的一种确定的踏实的能量啊 然后你也会觉得这段关系是可以去追随着的 是有意义的 他不太像是为了勉强自己 或者说是完成任务而进行的一段关系 那肯定会有一些朋友能够感受到 家里面啊 我们自己的长辈 可能有的时候会说 哎你怎么还不去干嘛干嘛的 就是长辈好像是推着我们去做事情 那就好像说是越到我们成熟的时间点 恋爱呀 结婚啊 对不对 他就像是一个工作 像是一个任务 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自己的感情的话呢 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你会觉得说呢 你既找不到说是与你相对等的那个人 身边的人又一起催 而周围的人又是不停的按部进班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会有一种怀疑感 是不是啊 我永远得不到那个与我信号相配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你会觉得说爱情之因事情是不是与我无关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说呢 这段关系带给你的这种感觉 就是能够让你找到对爱情的这个能量的 信仰 你会是让自己觉得说是这段关系给你带来非常充实的这种稳定感和确定性 那你会觉得说什么呢 你会觉得说我自己是相信爱情 我自己认为我是值得得到爱 我自己是信仰爱的这样一种感觉 另外你会是找到自己对爱情真正的诉求 就是越是周围的人催促我们 越是我们自己长期处于一种说 这种不太积极的能量当中 你都会觉得说好像乌云一直笼罩着自己 那我觉得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这种权威的能量 就可以把一些过去啊 不好的感情对于你的伤害 然后的话呢 对于你的这种说是 这种能量上的这种侵袭 然后会驱散掉 你过去可能说是对感情也会有非常多充满热情梦幻的这种期待和想象 以及说是渴望 但是的话呢 可能会因为说是一些不好的能量 或者长时间的等待而觉得说呢 自己没办法去相信爱情 但这段关系它可以说是激发起 你在人生当中对爱情的一种最美好的那种渴望 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会找到自己的这种初心感 你会认为这说 我自己是值得得到爱 我自己的话呢 也是要去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这里是清啤酒的一个能量 嗯 这些牌的信息啊 这三张牌 因为教皇牌本身 它也是一个土元素的能量 三张的土元素 就是这段关系 绝对会让你觉得说呢 没有存在那种说是不和谐的 或者是不适配的状态 就是整体的一个能量上的稳定 就有的时候一些关系 或者是一些人 人际情感啊 就是如果说你感觉你和它相差太大 就是不管说是这种人生的理念呀 或者说是对未来的追求啊 如果说一旦是存在差异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可能我们未来会去走向的 是不同的人生方向 是不同的梦想 但是这段关系 因为它给你带来的这么多的土 这么多满满的土元素 那我会觉得说呢 它让你感觉到的就是 其实是你会认为 这段关系它不会改变 因为不管是从对方的长辈呀 还是他给到你的爱呀 都会让你觉得说 我有在被好好的保护着的这个状态 你就会觉得说 哎我的人生当中 其实是很确定的 这些就像是父母给我的情感 或者是就像我手中握游的一些 真实可以见的 看到的一个能量 你会觉得很踏实 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再去很好的去照顾 满满的得到爱的一个能量 然后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的爱 它好像是单一一点 但是如果说是整个的大家庭 对于你的关爱 就好像是众心捧月一般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说 我是被这些满满的爱所笼罩着 然后的话呢 环绕着的这种感觉 就会给你一个确定的 踏实的能量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 他会显得说势单力薄 对不对 即使他给到爱很好 但如果说呢 是你进入到的这个关系当中 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都对你是满满的欣赏 信任和关爱 你会觉得说呢 我是好像得到爱 远远多于我需要的 你自然就会觉得说 稳定感十足 然后充足感十足啊 然后当然我会看到说是 对方应该确实物质条件 还蛮不错的 从这些牌卡当中看到啊 这段关系带给你的 有这种怎么说呢 土元素 它毕竟简单之外来讲 就是土 就是星币啊 和物质相关 也就是说 第一组朋友 如果说未来你觉得说 我在经济上 也包括说当下啊 大家在经济上 有什么样的一种压力 我觉得在未来 你和他进入这个关系之后 他这边的 在金钱层面当中 在财富层面当中 不会给到你那种说 克制啊 压抑啊 就是不分享 我觉得他会有一种说是 他的钱从来没有想过 说是要单独拿到 因为土元素 很俗 就是他爱你 他就会给到你 满满的这种物质上的安全感 会让你觉得说 能够收到很多礼物 而且你不会觉得说 那有时候钱这个事情 并不会是闭口不谈 或者说是 不好意思谈 相反的是一个很光明 正那就直白讲出来嘛 他爱你 他就是愿意告诉你 他自己的一个财富上的讯息 而且给你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不想工作了 或者是事业上 财富上需要支持了 他会是那样一个 就毫不犹豫 向你伸出手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能够给大家带来了 就是能量还挺明显的 全都是和钱相关 有一点俗 但是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组朋友 缺了一点点稳定感 那当然恋爱的话呢 并不是说以前为主 但是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稳定感 就像是一个证明 对不对 爱要什么证明呢 有时候它确实是需要付出证明的 要不然说 别人空口 空口无凭的去说 我爱你 我们也不会相信 对吧 它是需要一些证据 然后的话呢 证明他对你的爱 就是说非常的可靠的 那我们再来抽牌 看看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会是如何的啊 那我们来抽神运卡 看一下相处模式 这一杯茶的一个能量的话呢 给我感觉说是很放松舒适 慢慢的这种感觉啊 是一个让人感觉很稳定 那当然来讲它是一个神语的礼物啊 非常具有神秘感 放松 但是同时疗愈 我觉得说呢 和对方的相处 是你会觉得 每一个好像就是说很一般的日子 柴米油盐啊 鸡毛蒜皮的事情 它都像是有故事 就是什么样的爱 让你觉得说非同一般 其实谈恋爱其实很普通啊 无非就是看电影啊 一起吃饭呀 对不对 一起去打理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那当然来讲是你和他的小家庭 但是的话呢 如果仔细想一下 肯定是不同的爱富裕的这种生活 它显得意义也就不同了 从这边能够看到相处模式的话呢 是放松的 虽然有一点点说 是可能显得趣味性没那么强 不太像是说大总裁大明镜的 那种轰轰烈烈的案情 但它好像是说 是让你觉得说 经历日久天长之后 依然会怦然心动 就是你回想你和他度过的每一天 你会觉得说呢 这种说好像充斥了 人间烟火的这种甜蜜感 日常生活也其实非常的好 非常的甜蜜 就它会可能让你觉得说 也许和对方的爱的话呢 不需要说是真的 刻意要真的 像刚才我们说到 那么多的钱证明 因为你得到很多 你不再觉得说呢 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去看到得到的啊 你们的相处模式的话呢 平淡而有韵味 就不是说那种说 像过餐车一样的 然后打打闹闹 一会儿处于最高峰 一会儿又陷入到一种不开心的阶段 就好像是相处的话呢 就特别的懂对方 你们会类似于一种灵魂伴侣的相处模式 就心意相通啊 有些爱的话呢 是不需要天天挂在嘴边的 但是心里会非常的确定 这个人啊 就是他 所以你会感觉呢 春暖花开 你会感觉到这段关系当中相处 就好像是被很细心的呵护到 当你口渴的时候 你一定能够去接到 他递给你的一杯水 因为爱是无言啊 让我觉得相处的话呢 就是日常的这种照顾 他会很小心 很细心的去呵护到你的心 呵护你整个人 然后的话呢 虽然过去我们可能看到感情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呵我也不要 感情有什么好珍惜的 无非就是说干嘛干嘛 但是你和他在一起最后的话呢 其实你会觉得说 不再像过去那样了 过去可能说是面对感情 没有自信 没有什么像的一种信息 或者是样本 让你觉得爱情是一个好的存在 但是遇到他之后 你觉得说 就是这个人啊 然后好像每天 就是谈过其他的恋爱 和那些恋人做过的事情 因为说是换了一个人 换到了这样的一个 比较优秀的伴侣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呢 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就会觉得说呢 日常生活也显得说是格外的有意义 不再会觉得说 又是谈恋爱啊 又是一些老套的一个剧情啊 不是的 是一种拯救的能量 从这张牌卡当中就能看到说是 它是一个 从一种被困住的状态当中去调整出来啊 然后我觉得说呢 你们这份感情 又碰到了这个牌卡了啊 你们这个感情给我的能量 都会比较偏向于一种什么呢 相处模式当中的话啊 就是有空间感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鸟笼 可以其实理解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话呢 在家庭当中自己的这种空间 也是爱情当中的空间 就是你们相处的话呢 既是说非常多的时间能够去共同相处 然后友好的在一起 但同时的话呢 不会过度的去清洗对方的空间 我觉得它给你的爱的话呢 是这种说是很耐心的 很柔软的爱 但是它不会是让你感觉有压力 密不透风的那种爱 会给你一定的这种距离 你需要独处 你需要自己的一个时间 你需要友谊的时间 工作的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他都会是相信你 理解你 给到你一种说是觉得你提的要求 我都会认真的对待 认真的去思考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哦 而且的话呢 就是这段感情啊 你们相处模式就是 如果说过去有一些不好的感情 没有修成正果的恋情 伤害了我们第一组朋友 然后的话呢 甚至也因为一些不好的人给大家灌输了那种低频的能量 那这个人他是可以拯救你啊 就是你一直是向往爱情的 只是因为你遇到的感情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 所以你会觉得说呢 我不需要爱情 但是它会能够去帮你解开心结 你看这个心上是一个钥匙孔 对不对啊 它会是能够去帮你打开你的内心啊 让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是需要爱的 这个相处模式的话呢 看起来是真心对真心啊 没有那种说比较弯弯绕绕的一个能量 然后我觉得是这种地久天长的一种疗愈感 给你带来了极大种改变 两个人的话呢 让我觉得说是很慢节奏的去恋爱 没有那种很着急的说是 我现在立刻就要结婚 我现在立刻就要干嘛 当然也不是说被家人催促着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更像是你们在去谈很久时间的恋爱之后 慢慢的去想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你要去步入家庭 然后要甚至说关于有小朋友 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两个人慢慢去接触 慢慢去聊啊 因为这里是打开内心 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觉得说 哎我的心已经很敞开了吧 但是其实我们在去面对一个新的人 新的感情的时候 还是比较的向后退的 然后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对方给到你的这个爱 真的是非常满啊 这个心实在是太大了 闪着光的那种 而且说是你会感觉到说 接触的时候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的能量可以达到最高 就是你过去的时候 有一种说是理想型爱人的方式 但是会没因为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 而觉得说 我没办法去付出爱付出情感 我并没有按着我想象中的那个自己去爱一个人 相反的话呢 是配合他人 那从这些牌里面能够看到说是 你有在去和他相处的时候 两个人释放出来的真心能量 恰恰好就是两个人最需要的这种模样 过去的话呢 大家心里面觉得说想怎样去爱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里是可以让你去实现梦想 就是感觉说非常的激情四射一点点啊 然后从相处模式上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比较的甜 然后也会说是属于这种 他对你的这种付出层面是非常慷慨的 所以不仅能够给你带来的是甜蜜的爱 也有帮你打开心结啊 让你会觉得说呢 这份感情是很真挚的 是自己想要的那样的一种模式 我觉得说呢 这一组朋友可能过去在感情经历当中的话呢 会发现一个状态 就是自己好像很难喜欢上一个人 或者说呢 很长时间内处于单身的一个状态 但是的话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心没有疗愈好 你觉得说是桃花不来找你 但是的话呢 可能有一个能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啊 也没有说是让自己去接受其他人的桃花 就是他不是说没有桃花 而是你觉得说没有好的 合适你的桃花 那有的时候 如果一直遇不到合适的 自己喜欢的桃花 是证明了哪一点呢 证明了说我们在过程当中 然后的话呢 是处于低频的一个状态 所以虽然你的认知很高 但是你的能量很低 与你匹配到的人的能量 它就也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大家就还是像我们刚才看到这儿的一个排卡能量一样 不妨走出去 你是很高频的人 你要去遇到桃花的话呢 也是很优秀的 但是他肯定说是需要去走出去啊 你看这个新的能量还没有被释放出来 你还没有遇到真正与你心动 让你心动的人 所以在感情上有遗憾 这反倒像是比较正常的一件事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说啊 和他在一起之后 你的能量到底说是会变得如何 好不好啊 看一下吧 然后力量排啊 力量排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非常充沛的 然后具有领导力的 你的能量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坚定 因为感觉说呢 过去自己觉得说很难搞定的事情 在因为和他在一起之后 这些事情好像就是没有那么难了 是能够去轻松面对的 力量怎么看的话呢 就像是那种说 这个关系当中是你说了算 你会觉得说他以你为主 所以你会觉得说自己无比的强大 和对方相遇的话呢 就会让你觉得说 原来自己是一个 可以能够成为自己梦想当中 这样的一种存在 就是你觉得自己确实很优秀啊 你觉得说呢 你的能量是很强大的 无论过去的时候 有多么难处的一些事情啊 或者说是有压力 或者说是觉得自己不好的 这些点 统统都会消失 因为你觉得自己的话呢 就是可以去得到最完美的爱情 然后也会觉得说呢 自己是一个说 拥有强大力量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说呢 你会觉得说 自己很专心于研究这份爱 可以看到少女 又在去观察狮子的牙齿 而且狮子也是真的很配合 我觉得对方将会是在感情上 对你非常的专一 非常忠诚这样的一个人 她会是把她所有柔软的那一面 去展现给你 她坚硬的牙齿 绝对不会伤害于你 她是一个保护者 她环绕在你的身边 让你会感觉到说呢 自己是一种说是 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就是如何确定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 有的时候的话呢 不仅要通过世俗层面的角度来衡量 来确定 那么有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爱人给我们的这种 亲密感信任感 以及说是陪伴的方式 都会让你觉得说 你其实正站在世界的中心 你站在一个很高危的一个状态当中 因为它将你当作是 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存在 非常细心的呵护你 非常的真心 你对你的保护欲满满 占有欲很强 所以的话你会觉得说 我应该就确确实实是一块金子 就是说呢 有时候我们虽然真的很优秀 但是如果处于一个错乱的环境当中 那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优秀 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能量在的 我觉得你会是因为对方给到你的爱 就是很坚定的认为 自己确确实实的话呢 是一个说具有超大能量这样的一个人啊 好 我觉得你会认可自己 而且说呢 去展现出来的是超级优秀的这一面啊 然后接着我们又抽到了星币四这张牌 你会觉得说自己的话呢 是想要去稳定下来了 四号牌的能量的话呢 它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 就是会对于人生规划呀 人生梦想啊 就会有一种说是 我觉得那我就是想要去 不再去更改了 过去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哪里 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去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星币四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说 自己的人生到底应该如何去制定计划 如何去走 然后你就会有这样这种踏实的感觉 我觉得说这个人好像这种物质条件非常优秀啊 只要抽到塔罗牌的话呢 就是土元素能量特别满的一个状态 所以第一个来说的话呢 你的心情会变得说是很踏实 然后你会开始关注当下 过去的时候可能我们啊 第一组朋友眼光放在的是未来 就是觉得说未来自己的长远梦想是怎样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太久远的一些未来 就想我们老年了会怎样怎样啊 最终的结果会怎样怎样啊 人生的最后是怎样怎样 如果说眼光放到这里 其实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对于当下生活是特别的不满意 所以会特别想要去改变 而改变的这个点也会定在了最后 那这个星辟四的话呢 就让我感受到了一点是啊 你会觉得说呢 当下的每一天都很好 就像抽到这一张神语卡一样 你会觉得说 自己拥有到了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能量 所以你并没有一种说是 想要去着急的去改变 就是人之所以节奏会很快 是因为觉得说自己再不加快步伐 再不加快努力的时间点 就会说是失去去争取去努力的权利 所以只会让自己不停的去向前走 只会让自己不停的去改变 那么星辟四的话呢 看到就是一种很踏实很稳 你开始知道说是 自己当下这个状态也很好 你会关注于眼下 每一天啊 可能看起来我们还没有成为世界首富 但是的话呢 并不会因为没有成为首富 而让自己心里面有任何的这种说是沮丧 因为你觉得说我现在也很好啊 对 因为你得到爱很满 你就不会用世俗的那一面去衡量自己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感情生活的话呢 是很踏实的 每天都充满着无限的欢乐 无限的爱啊 你也会觉得说呢 永远你回头一看 他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人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说是为你兜底的能量 在你去处于慌乱的一个状态啊 做错了决定啊 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少拿了什么东西 就你回头一看 这人笑呵呵的 他说看 你又忘记拿这个了吧 他提前想到了你的一些事情 然后预判了你的一些行为 但是的话呢 他并不会批判你 他会告诉你说 那不要担心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并不想要去改变你 在你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会很好地出现在你的身边 告诉你这些事情 我已经帮你做过了 就是他会宠你啊 他宠爱你的方式 并不是说像一个教书先生一样 跟你上课说 嘿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他并不会讲这些话 但是的话呢 他会说是帮助你 去避免一些慌乱的情形出现 以及说真的慌乱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是帮你兜底 让你会觉得说呢 凡是有他在真的太好了 生活当中有他在也真的太好了 会这样的一种感觉 再来抽一张牌哦 再来抽一张牌吧 我们随机的来洗三次抽吧 这个牌太容易说是变动了 好这里的话呢 抽的是正义牌的一个能量啊 你会觉得说呢 这个关系当中 你多多少少有点拥有的权利太多了 然后因为我从这牌面看的话 好像这个关系当中 全都是你在去说话 你在去当老大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说 我就是一家之主 我就是拥有无上的权利 所以给你的感觉 你的心情就是觉得说 我确实做的决定都很正确 我觉得他就是说 无条件的服从于你 陪你去做很多看起来比较幼稚的一些行为 但是的话呢 你会觉得说 他这么成熟的人 然后这么有魅力的人 然后无条件的相信你 就是越是优秀的人来爱你 越会让你觉得说 我自己也是一个优秀的人 而不会说让你觉得说 我自己在这个状态当中实在是太差了 好的爱人不会给你压力 如果说你过去确实谈过那种恋爱 就是比自己优秀很多 但是你会在过程当中有无限的自卑的话呢 那其实还是这个感情有问题的 没有说哪份爱啊 它一定会是有压力的 除非是什么呢 除非是你爱的那个人 他的缘故 让你进入到一个 说是压抑的 挫败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觉得这份爱的话呢 就好像是让你打破了过去的死循环 然后过去可能一直都是 重复的爱上一些比较失败啊 比较糟糕的一些人 但是说这个人的话呢 则会让你感觉到说完全不一样的能量 因为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变得更成熟了 自己变得更优秀 自己去做决定一定是正确的 尤其是说如果一些朋友 你现在做决定的时候很犹豫啊 你觉得害怕自己做错决定 不管是爱情上的还是工作上的 做决定之前都要去向别人问一问呀 或者说是要犹豫很久啊 这种情况其实都证明了 我们会在爱情当中的时候啊 有一点说是不自信 认为自己不行或者是不可以 但是的话呢 好的爱情就像我们刚才讲 它会让你坚定的认为你就是正确的 人生没有百分百的一个正确答案 但是它会帮你去证明你的选择 你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它不仅能够给你带来稳定而甜美的爱情 不仅能够去加持你的事业 甚至说我觉得它是真的很完美的 完整的去疗愈了你的内心 让你会觉得说呢 心里真的是很稳定 椭圆素的能量 我相信大家在和它相遇的时候 然后一定会是有这样的一种确定感 它不一定是一见钟情 然后的话呢 瞬间就一见清心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它绝对会让你感觉很可靠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啊 什么地方场景之下 遇到对方呢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次相遇会是怎样的这种场景啊 好那出现了鞭子牌 鞭子牌第一个场景的话呢 可能有些朋友处于说是不太顺利的一个状态 因为的话呢 鞭子看起来就是有争吵的一个状态 第一个你们可能说是啊 这种说误打误撞类型的 两个人可能是竞争啊 或者说呢 是有一个人处于不顺利的这种情景之下 另外一个人帮他出头 会是这样一种感觉说啊 你们两个人去遇到 而且说呢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啊 在去学习 然后去增加自己能量的时候 去改变自己的时候 然后去遇到对方的啊 这个是相遇场景 出现鞭子的话呢 看起来说他不是那么快的 他并不太像是一个party 因为的话呢 鞭子看起来就是相当枯燥 而且甚至说是改变自己职业赛道 然后学习新东西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你们会相遇啊 相遇的时候看起来就是说 那个时候好像是确实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区 处于新生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呢 刚好打破舒适区的时候 你就吸引到了他 那我们再来看看说 第一眼的感觉是如何的呢 第一眼的感觉 好鱼排呀 嗯 第一眼的感觉的话呢 就是这个第一眼能量 不太像是那种一件清新的 就像我们刚才做过的 这个预判的讯息一样啊 就是确实不是那种第一眼心动 但是鱼排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它确实有帮助到了你 让你会觉得说 哎 这个人好像是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人 但是不太确定 因为鱼排它的目标性会稍微少一点 但它是这种舒适的 我觉得说呢 你们两个人的磁场能力是比较强烈的 虽然不确定说第一眼啊 没有在第一眼就确定 这个人是自己想要去恋爱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但是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就好像是特别有缘 即使说是不经意的 不经意的 无意识当中的去出行啊 也能够去遇到对方 两个人身上会有一种巧合的能量 会让你们两个人出现一种 说是难是难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相遇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你们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看起来的话呢 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改变的能量 当时会有一点忙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当时那个场景也确实不容易 有这样一种心动的感觉 但是的话呢 鱼排就好像是还是能一眼看到他 会觉得说这个人给自己的能量 好像是很特别的 但又不会是那种说 上来就很心动 你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说 在心里给他照了一张照片一样 然后就存到了心里面 然后就印到了自己的内心当中 这个是第一眼的感觉 目标性不强 但是所有人当中最最明显的 就是看到了这个人 明显的就是看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的话呢 看的是他对你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出现的这个20号的这种花园牌 花园牌的一个能量 就是一种包容 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觉得说 这个人是不是哪里不顺利 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说是想把他当条鱼养一养 他遇到你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很有意思 就莫名其妙的想要去宠着你 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 你看这里他展现的是一个迷宫的能量 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不太确定 自己怎么就会是生来对你有这么多的一个包容力 看着你的话呢 就是会觉得说 想要去对于你的一些小动作啊 小想法啊 他都会觉得有意思 想要去探索了解你 因为对你有很多这种好奇 就像迷宫一样 然后一直在里面去探索 走来走去的这样一个能量 甚至说当天你们两个人结束会 对话啊 结束见面之后 然后他也会说是在心里反复的去想你 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因为他让我感受到的话呢 就是有那种 虽然不太确定是什么样种感觉啊 但是会反复的想 你不知道自己要跟他发生什么故事 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人不一样 像是我们会在同一堆啊 一大堆穿同一个制服的人群当中 发现一个人 这个人的能量会让我们觉得说 你对他是比较信任的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 买水果的时候 我们会买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水果 但是的话呢 他其实和其他水果长的也是差不多的 长相上的话呢 看起来就完全一样 但是你总会有一个理由 你会挑选到自己喜欢的那个 这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第一眼相遇的时候 双向的一个感觉 都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这个人到底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当你和他的形象各自印在对方的心里面的时候 就代表着说你人生恋爱层面当中的主线剧情要上场了 一些小桃花呀 一些就是这种过去的一些旧人啊 他通通只是过眼云烟 只是说我们在遇到正缘之前 遇到人生伴侣之前 一个开胃小菜 提前让我们感受一下说是一些人他的状态 然后才会让我们更加专注的去投身于这段恋情当中 就是你没有对比 你并不知道说什么样的人才是适合自己的 才是说最好的 我觉得过去的那些人他的一个点 他的一个作用力的话呢 就是为了告诉你好的恋情啊 好的爱人 在你人生当中会带给你的能量是如何的 就是他要去有改变 要去有对比 然后我们吃过一家差的菜馆 才知道说好吃的饭馆的话呢 是多么的可贵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说是这个人的话呢 他对你的爱是怎样的呢 来我们用这个这个牌来看 看起来就是红红火火的一个能量啊 好 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权杖八 权杖八的讯息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比较的多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里就好像是很多很多的爱 同时给到你就是暴风雨一把 它不是一个和风细雨的爱 虽然说是这个人他给你的这种改变和能量土元素居多 但是他并不会让你觉得说呢 自己在其中的时候是不被爱的 相反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能够在去爱你的时候 好像生活当中全都是你 只会围绕着你 你有多少的需求 你有八个需求 他也能够去满足你 你有一百个需求 他也会想要去尽量的去满足于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满足于你对爱情的所有的一个需求 然后的话呢 每一个点都会让你觉得说两个人是非常的契合的 非常的合拍的 那当然来讲的话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不好的爱情 也是我们再去还一些债 还一些就是在恋情当中不好的 就是前世的那些东西啊 还完那些东西之后 在吃苦的时候 第一个来讲 那是我们的业力 第二个来讲 也是一个提醒 在告诉我们优秀的恋情会是如何 也在是鞭斥着你去期待新的恋情 然后的话呢 搞清楚自己需要的爱到底是如何 就先苦扣甜的话呢 这个甜之呢是格外的甜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只有喝过了难喝的奶茶 才会发现说美味的奶茶是多么多么的好喝 才会明白说人对奶茶的是这种渴望感啊 好 再来抽牌看 好 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全酱酒 又是火元素的这个能量讯息啊 全脏酒 看起来的话呢 有足够高的这种承担力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他有一种说是不害怕的这种感觉在 就是要去往前冲啊 过去的感情当中的话呢 这个人并没有这种特别上头的这种感觉 但是面对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呢 你所有的事情他都想要去帮做 帮你去完成 给到你的这种爱的话呢 就是再多他都会觉得说有一点点不够啊 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在过去的一些恋情当中 肯定会发现一些情感 他会比较偏向于那种说 给一点就觉得说你要知足啊 对不对 但是其实压根没有给很多 才会是像我们在恋爱当中缺乏安全感 但是从这里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说 给你多少的爱 他都会觉得说是不够的 而且他能够去看到你的心是受伤的 知道你过去人生当中 肯定经历了一些不好的对待 所以才面对他给你的感情的时候 有一点小小的犹豫 但是的话呢 这段关系啊 你明显可以感受到他对你的爱是比 你爱他还会更多一点 就好像那不计成本的 完全性的向你输出 想要给到你的是那种超满的一种爱 就是你会觉得说 这人怕不是一个说 会不会说是容易上当受骗呀 但是不是的 他给到你的爱并不是说 他对所有人都这样 从塔牌来看的话呢 他对你的爱只是说和你这样 和他人都是不一样的 只是因为是你 所以的话呢 他才会心甘求愿的为你付出 为你改变 甚至说有可能这个人啊 会离开他居住的城市国家 来到你的这个身边 成为你身边的骑士 好好的去呵护你 好好的去陪伴你 我觉得他就是很愿意去成全你 成就你人生的梦想 愿意的话呢 为你而改变 就是如果两个人的一个未来规划 人生期待 是不能够去说有共同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就是目标相左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改变自己 他会去想要去促成你 不管说过去的时候的话呢 在感情当中伤害了哪些 然后我们第一组的朋友 多么的压抑自己 从这个牌里面能够看到 他都是一种释放 他要去拯救你 他像是一个说 想要把你从牢笼当中拯救 带出来这样的一个能量 所以他完完全全给到你的 是公平和公正的能量 让你会感觉到自己在爱情的这种战场上 一定能够去拔得头筹 成为说是周围人眼中 然后最胜利的 然后的话呢 最被宠得到的爱 也是最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觉得说 对方给到你的爱 是宛如新生爱 是塑造出来的是全新的你 你和对方相处几年之后 你再去见一些老朋友 老同学 大家会惊讶于你的改变 因为爱人就如养花嘛 对不对 他将你滋养的很好 和现在的你的话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 你会经历重生 你会说是得到的爱的话呢 是比较偏向于一种说 极致的这种宠爱的一个类型哦 好 这些就是我们第一组朋友的所有信息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 那看到这里的话呢 也非常感谢大家 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 我们就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记得领取好运哦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这张呢 就是大家所选到的指示牌卡 我们先将它放到一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抽牌 看看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当下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我们来抽牌看 好 第一张牌已经直接掉出来了 但是全杖石的逆位 代表大家正在一个转换的阶段啊 因为全杖石的话呢 会让人觉得说有一点压力感 它是一个向上走 你知道说自己承担了很多的责任 这些责任有给你一定的动力 让你再去往更好的地方去成长 去成就 可是的话呢 你却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感觉到自己举步维艰 就会是不停的感觉到有辛苦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全杖石的逆位的话呢 也是说啊 第二组朋友可能会在感情当中 隐忍比较多 退让比较多 你会默默承担 然后因为你是比较善良的人 所以你可能会在感情关系当中的话呢 觉得说 算了这个事情 如果我不怎样怎样 可能就好了 或者是怎样 所以你会经常想着说呢 去调整这个问题 或者是把责任施加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是对对方来讲 以及说是自己来讲都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所以你往往会选择说 把某些问题的 某些问题的这种调整的那个点 放到自己身上 比如说你会为难自己 而不会去为难他人 虽然说有些东西可能说 让对方改变 确实对方会有点辛苦 但是你会觉得 你就是怕对方辛苦 所以就会不抢要说是让对方为难呀 或者是改变怎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这里的话呢 宝剑五啊 宝剑五我们第二组朋友们的话呢 好像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人能量 因为权杖五它看起来就是有一点说是 不太像是那种特别大的事情 但是它肯定会有一些就是意气之争啊 就是属于那种说有争吵不和谐 你明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的原因 但是你身边却会有一些人的话呢 害你进入到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 所以会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有在被有在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啊 比较的虚伪 但有的时候的话呢 虽然意识到说自己处于不公平的状态当中 但是因为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的能量 然后就觉得说自己的话好像是无力抗争这个状态 所以你会觉得说自己心理压力会稍微有一点大啊 然后当然保健舞的话呢 对应到也是一种冲突的一个能量 可能第二组朋友们想要去做某事 想要去实现某一个梦想啊 想要去达成某一个成绩 却会是有一点辛苦啊 因为可能身边的人啊 周围的人啊 他们通通可能都是一个说不同意的这种状态 再告诉你说你的这个想法太过于天真了啊 太过于不合适啊 就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比较多一些啊 好这张牌的话呢 抽到的是保健二啊 有一点伤心的能量 但是我觉得说大家好像是那种说 即使伤心了 即使不开心不快乐了 也是将这种不开心的能量隐忍退让嘛 然后留给自己去感受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就像我刚才说的 大家并不会说是刻意的去争抢什么 但是的话呢 除非到了那种很被动的状态 才会说是有所争抢 但是其实的话呢 你是很善良的人 大部分时间真的是隐忍居多 我觉得说你们是自尊心比较强的人 然后的话呢 心里会有很多的这种苦楚啊 很多的不开心不快乐 但是都是说自己承担的会是比较多 精神上比较内耗啊 这一组朋友甚至说呢 就是影响了你的睡眠情况 因为你其实的话呢 知道自己并不能够说是对某些不正确的事情 然后的话呢 视而不见 可是因为自己的话呢 确实有一点说是不知道如何去做 那么就会是独自承担了很多事情里面的一个负面情绪啊 所以不快乐啊 不快乐是真的不快乐 有一些朋友甚至就是因为这些情绪上的问题 而最近的话呢 到一种说要去看医生的一个程度啊 然后当然不是啊 是有些人已经去看了 并不是说讲所有朋友都要去看好吧 然后健康层面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呢 大家自我评判一下 该不说不舒服的时候该就医就就医啊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给我感觉就是说 你和某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让你会觉得说不太妙的一个点 就在于说你和他好像是已经进入到这种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爱给到对方 所以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纠结 这组朋友的话呢 大家星座可以参考太阳月亮上升 那么就会有我们的天秤水瓶双子以及白羊狮子射手 这几个星座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哦 那么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咱们的主题当中 今天又要看的就是说 我们第二组朋友 你们的终身伴侣啊 他到底是谁呢 以及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啊 那我们就来抽牌看看说 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最近的一个桃花运势是如何的吧 那我们来抽牌 抽神余卡来先看看 感情运势 桃花运势 这组朋友的话呢 好像是有一点点冰冷的一个能量 有一点高冷 就是你可能自己觉得说 自己可能比较平易近人 但是看到这张牌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呢 大家会觉得你身上散发一种说 不敢靠近的这种状态 尤其是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工作的时候啊 你在做谋事的时候 气场全开的时候 是会让人觉得说 你身上有一种发着光的能量 但是好像让他们认识到 和你之间有巨大的这种差异和距离 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一组朋友对感情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说你是看的很重要 所以你的桃花运势如何有没有 我觉得有 但是应该没有能够去进入到你的眼中 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会有一部分朋友 应该长期处于说是 觉得自己很孤单 自己没有什么桃花 自己很长时间没有进入到爱情当中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会觉得说呢 不仅没有桃花 甚至说自己整个人 都是孤单感比较重的这个状态 好像身边的家人啊 同事啊 甚至说是朋友 就好像说大家一起玩很开心 那好像是你内心当中对于某个事情的感受 和他人是没有办法去产生共情的 所以你始终来讲觉得说好像人生就注定 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去朝前走啊 会看不到说自己未来会进入到说是多么幸福的一个状态 你觉得说可能自己就很难去幸福啊 那可能说就我们第二组朋友当下在感情层面当中的一个信仰程度会有点低 目前来讲你好像是处于一个特别忙碌的状态 然后自动隔绝了一些桃花的进入 那我会觉得说第二组朋友们 你不是缺桃花呀 你是有一种说是没有准备好进入桃花当中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的话呢 我们在去遇到正元之前就必须要讲的是 可能我们要去经历一些不好的感情经历 如果大家已经要去经历过 我并不是说还要再去经历的意思 而是说感情的话呢 它确实不会说是一直很顺利 而我们第二组朋友可能过去的时候的话呢 就太过于说投入的去爱了某一个人 在感情关系当中的话呢 把自己的能量全部都投入进去 所以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已经无力再去爱他人的这个感觉了 所以你会就再去遇到桃花的时候 你更多可能是在去筛选 就是你不太想要轻易的付出爱 不再轻易的想要去给到爱 桃花运行不行呢 我觉得是行的 只是说大家好像距离感有点遥远一点啊 遥一点遥远 大家在去期望着什么 渴望着某一个人到来 但是的话呢 你在爱情当中就是等待居多啊 宝宝们 大家等待居多一些 有桃花也没怎么去靠近的这种感觉在 然后出过这张牌 这个牌看起来的话呢 其实大家桃花运势是可以的 桃花运势可以 只要说是调整一下就能够去遇到 不过来讲的话呢 这一组朋友 我再补一张牌一起来看吧 补一张牌一起来看看大家的桃花运势啊 我觉得第二组朋友的感情观里面好像是稍微有一点混乱的点在于说是有些朋友是取向可能是同性的 有些朋友的话呢可能是取向是不确定的 我会感觉大家好像是在情感这方面的话呢稍微显得混乱一点 那不管说你到底是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从这些牌里面能够看到的啊 大家是正缘将近啊 我觉得说你们是正缘将近的这样一种感觉 虽然说之前的时候 甚至说当下 我们第二组朋友们感受到自己内心当中有非常多的孤单的感觉 然后会觉得说呢自己身边压根没有什么好的这种桃花 而且会觉得说自己也无力再去爱他人 从这个牌卡来看到 有些朋友有在去努力的寻找和改变 但是你的桃花将近啊 有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你遇到正缘的这个时间点 会在四到五周这个左右时间点会出现 我觉得是很确定啊 非常确定 你们的正缘就在最近会出现 如果你要是错过今年年前 就是12月到1月这一段时间啊 12月1月这几个这两个月当中 你如果要是错过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明年的四月份和五月份也是可以说是遇到正缘桃花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测的这样的一个终身伴侣 大家其实可以去酝酿一下 就是不要太过于说是焦虑 有的时候的话呢 桃花这个能量比较糟糕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什么 我不是说桃花糟糕 而是说开启一段感情关系 就是说你如果特别刻意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坐等就不容易遇到 所以还是要去多接触 遇到各种各样的桃花呢 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不管说大家是怎样一种状态 该干嘛就干嘛 就是会有一些朋友在当下可能身边已经有一些在接触的人 然后听到说那我可能要去到正缘了 然后不建议大家坐等啊 就是该干嘛还是干嘛 你不知道说你的桃花的安排到底是如何的 那桃花这个运势它就不太像是那种财运 也不太像是我们已经掌握到手中的一个运势 可以说是根据感觉 就去做就可以 这个桃花运势的话呢 往往它会伴随着什么呢 往往它会伴随着不确定性太多而容易错过 所以时间点也是没有给大家只给一个时间的原因 就在于此 所以大家的话呢 不管当下身边有没有桃花 该接触还是接触 然后该去变动就变动 然后当然来讲 会比较建议我们第二组朋友们多出去啊 多出去多接触 然后不要一个人独处 因为可能第二组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好像是 心里好像是内心小世界是很完整的人 所以你可能并不一定会觉得说 桃花在你人生当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你也不会说呢 伴侣爱情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能量 因为我会看到就是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虽然你可能是很害怕孤独 然后的话呢 但是你会有的时候觉得说独处也不差 因为你会因为害怕伤害而不想和其他人有过度亲密的这种接触 但是其实的话呢 如果你长时间身边没有亲近的朋友 没有很好的这种陪伴着 你会是感受到不开心和不快乐的 所以的话呢 有没有桃花 我觉得说是肯定有 而且说离你们真的非常的近了 那么在最近这 我会觉得说就是四周啊到五周左右的时间 就从大家看到这视频开始往后面去推 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这个消息的话呢 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因为从这几张牌都能够看到和消息相关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鹰 鹰它也是能够带来消息的 这位女神首例也是有一个就是得到什么讯息的状态 这位女神也是给我类似的一个能量 所以肯定是和消息相关 这个消息的话呢 可以将你从某种状态当中转变一下 这个冰雪的一个能量的话呢 预示到其实本来也就和冬天相关 另外一个它其实对应到的是 可能是春冬天要结束 然后的话你感情上的寒冬要结束 你要去迎来爱情层面当中的春天 过去的话呢 可能是内耗比较多 然后自己没有办法呀 去展示自己真正的在爱情当中的魅力 然后你会觉得说 自己在爱情当中没有什么甜蜜感受 相对而言比较累 那么接下来你终于会有机会展现自己 在爱情当中你的期望 或者是你的状态 你会能够说是被你爱的人关注到 过去可能有过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关系 影响到了我们第二组的朋友 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面对爱情啊 是比较温吞的 后退的 但是你不用担心 接下来你遇到这样的一个桃花 会让你的话呢 就是好好的去看她 过去我会觉得说 你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冰雪女王一样 会给到我的就像是一个说一世而独立 然后的话呢 有桃花向你靠近的时候 你也会有一点提不起兴趣来 那么但是的话呢 这个阶段并不会让你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相反我会觉得说 让你开始变得更加的活泼 更加的有动力 你会说是因为在去遇到这样的一个伴侣之后啊 你整个人变得就是说更加有热情 然后生活会更加的开心快乐 女王的话呢 很肯定说是很美丽的 但是只是说好像是觉得有一点孤单 身边好像没有那种说是 自己特别渴望的 特别喜欢的那种恋爱的这种对象 甚至说有一点就是位高 位置占的很高 这我觉得说呢 就不是很有这种共同伙伴的这样的能量 你就会觉得说缺食一定的这种说是热闹的 然后和同伴交流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情感啊 那我们第二组朋友 我觉得这个伴侣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要给到大家的是完全性的这种改变或者是蜕变 但是你会因为这个新的桃花 然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正缘伴侣啊 你会感觉到自己进入到是新的状态 你会觉得说自己整个人充满活力 自己的世界不再是冰冰冷冷 不再是那么孤单的 我会觉得说这三张牌卡透露的能量都太阔于虚空化了 就是大家好像是觉得自己在爱情当中无欲无穷 你知道自己需要爱但是爱情好像无法打动你的心 无法让你整个人变得雀跃起来 但是新的情感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知道大家已经在感情当中失望已久啊 但是放心并不会一直这样的 来看看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抽这个桃花看看哦 好第一张牌的话呢抽到是权杖四这张牌 感觉说非常的热情积极的一个能量展现到我的眼前 虽然呢它是权杖牌 但是我却会觉得说呢 是有一种非常热情啊积极的这个能量在那里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呢 自己的生活当中好像没有很多很多这种快乐 但是并不会一直如此啊 让我觉得说啊 其实第二组朋友这个情感啊 给你带来的是热情满满的一个能量 你会觉得说呢自己的人生再次圆满 而且说是这个圆满是一种说是充满热情的能量 你现在也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当中是很完美的 没有什么缺点 就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你自己的一个才华 你自己的一个拼搏 已经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说相当优秀的一个状态 你可能说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的话呢你是一个内心精神世界非常完整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的话呢可能就是一直处于说在情感上没有共情 没有共鸣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权杖四的话呢我觉得说看起来又再次的封闭起来 但是的话呢它有让你觉得说自己的心是温暖起来的 心贴着听你们的话呢就会觉得说既紧密 然后的话呢又会完整 会成为彼此啊非常深层次的这种灵魂的伴侣 然后连接度非常的紧密 然后并且是什么呢 激情满满 有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说 终身伴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担心 来自于说会不会说是相伴久了变得平淡如水呢 没有啊 依然是热情似火这样的一个能量 这张牌的话呢 好我们抽到了宝剑的王子啊 看到了能量就让我觉得说呢 非常的理性给你的感觉啊 我觉得大家好像是因为这段感情变得就是说 超级有能量的在去往前走 你会觉得说呢自己好像是再次的心里啊 空了一块出来 但是这个空的话呢 它并不是空洞 而是让你觉得说呢 自己在感情当中有了新的这种渴望 有了新的这种尝试 有些朋友可能在过去的感情经历当中 感受的更多是孤单感 因为从这牌里面能够看到的 就是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的桃花运势里面的能量会比较偏向于说是单方面的这种情感 就是你可能很爱对方 你很想要维系一段关系 但是对方不是很想的那种状态 过去的关系就也包括说现在就给我感觉是很清冷啊 很清冷 但是会有一个热情似火的人来到你的身边 过去的时候甚至说当下 我们第二组朋友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孤独感会比较强烈 就是非常空旷的一个能量 身边可能不仅缺爱情 也会说觉得自己没有那种知己好友 我觉得这人出现在你的身边 他就是一种说 给你感觉人生的话呢 再次就是只来一个人 但是会觉得说自己整个世界都被填满了这个能量 现在会觉得自己世界当中的话呢 很多人 但是却会觉得什么呢 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心里面确实非常的孤单 就是脱离热闹之后 你会立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这种孤独感啊 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是感觉到非常孤独 那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这个能量的话呢 非常热情又理性啊 它不仅说是给你在人生上面啊 有这种说点燃热情的这个感觉 同时的话呢 它有在让你去很认真理性的去规划非常多的一个事情啊 遇到这人之后的话呢 你会人生重新的开始 从这个牌能够看到的就是说 会让你再次觉得说自己要去调整一些啊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自己身上充满了一种说能量 这个人他是很关注于你的人生细节 因为他会让我觉得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很在意你的人 非常小心翼翼的再去监 再去观察你 也不是监视啊 差一点说成监视 然后同时我们抽到的话呢 是我们心碧的国务 心碧的女王啊 女王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这段关系 尤其是说我们第二组朋友 大家是女性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好像是有在去把你当女王去对待这样一个感觉 这段关系使用来讲 它会让你觉得自己变得更优秀 因为抽到牌里面其实有两张都是人物牌卡 它是我们的宫廷牌嘛 宫廷牌的话呢 其实更多是代表了说是他的这个状态 他这个牌卡代表人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一个能量 宝剑牌的话呢 会对应到的是理性和冷静 以及说是智慧 你会在这个关系当中感受到自己比过去的话呢 看人看事情的眼光越来越清明了 然后越来越冷静 过去可能是想要维持一段关系 然后有隐忍退让 让自己牺牲自己的这种情感需求 然后来换取一段关系的维持 但是这种状态呢 肯定说是没有那么的正确的 宝剑侍者有让你去能够去看清楚 非常多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 你会发现因为自己拥有的是最好的情感 所以说是一些不重要的关系的话呢 我觉得你会做断舍离 这张星币的女王的话呢 因为它是土元素的一个能量 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后的话呢 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态会很稳定 很富足 土元素就是一个说是满满的安全感 稳定感 这段关系就会让你觉得说 可能我的人生也可以停滞下来 我终于找到了我心里所想要的 那样的一个归处 你开始明白说呢 自己啊想要去干什么 想要去做什么 想要未来是怎样 你不会觉得未来是一个飘在空中 看不见的 就不会说是觉得未来 不知道要走向何种状态 而是你会是明确的看到 自己的未来要去走到的 成就到的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会明白自己要去如何去做 就是你可以去放下过去 心态呢变得更加的积极和健康 去看待某事的时候 你是眼光独特的去看很多事情 然后你会很坚定的知道 自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 要去如何去做 如何去规避 如何调整 他这个人的话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属于这种 很热情又冷静又理性啊 我觉得说对方应该是一个 物质力非常强大这样的一个人 有在自己去创业 自己做某事 或者说是家族企业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起点会非常的高 给你的感觉就是说 让你觉得啊 自己进入的是一个很多人 宠爱着你的这个状态当中 大家族的一个能量 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也会觉得说 你的伴侣会非常能够去看到 你身上的优点 看到你的美好 有时候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被教导说 哎你要把自己擅长的地方 展现出来 你做什么 你要说出来呀 可是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不需要你刻意的去说 不需要你刻意的去表达 他就知道你内心的所思所想 然后他就能够去感受 你心里到底在为什么而焦虑 到底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就有很多的一个心意相通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对方真的很优秀 优秀到让你觉得说 我也要想要和对方变得同样的优秀 给你带来的是一种 说是向上的一种决心感 你会被对方吸引哦 你会看到说呢 原来优秀的人 可以给人的感觉是这么好 你不会觉得说呢 变得优秀是一个有压力的事情 毕竟的话向上走 时常会让我们因为缺少目标 不知道未来要如何前进 而感觉到慌张 而感觉到说是有压力和不快乐 但是因为你身边出现了一个 非常正向积极的能量 你就会觉得说 哇原来变得优秀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说没有那么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不仅是被他整个人吸引 还有被他的某一个气场磁场 一个性格所吸引 所以你会说是因为认可他的这份优秀 从而想要和他并肩前行 共同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啊 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呢 和对方相处的模式会是如何的啊 那我们来抽牌看一下 相处模式 绿色的时候就总感觉说是很健康 你们的相处模式就给我感觉说是一种说平等的 可能相对而言比较的简单 但是简单却不普通的一段关系 连接力很紧密啊 因为这个绿色的爱心会让人感觉有一种说是 驱赶污秽的能量 驱赶低频的能量 这个相处模式给我感觉就是两个人的话呢 即使不能天天见面也会经常发消息 那么说呢上班的时候也会有心理时常想到对方 给我感觉你们在相处过程当中 就是有很多这种说联络在空中的问候 那如果说是分开的时候 就会受到对方非常多的关心 比如说是一些文字啊 一些文字消息 视频消息上面的沟通和关心 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妥妥的这种小惊喜 代表了他的爱意和对于你的关心 相处模式的话呢 就是你会觉得说两个人之间的爱 不需要说是大声的去讲 但是真的说是很暖心 而且是让你感觉到说是很纯粹的 因为我们想到树叶的时候就会感觉说绿色的 然后的话呢是一种说舒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可以将一些负面能量去清除走 就有些朋友如果觉得说呢 自己的能量很低频 自己身边的小人太多 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绿色能量多一点点 比如你可以喝喝绿茶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当中多摆一些绿色的植物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的一个心态啊 越来越平静了 就是你会觉得说压抑到内心深处的这种说 有毒的能量被排解掉了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会觉得说绿色比较适合于 大家去排解内心当中负面的 不积极的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相处模式我会感觉你们俩会建立一个共同的目标 一起去朝前走 一起去走向某一个状态啊 像是让我觉得说两个人就是特别能够去 为了某个事情去努力 比较像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可能共同一起去做事业啊 或者是买某个东西 买房子买车等等 我会看到说是两个人都是属于 你们两个人的共同努力 第一个来讲啊 所有人是这个这个物品 房子啊车子等等 这些贵重物品的所有人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 然后的话呢 过程当中也是两个人共同去做啊 属于你们两个人自己的这种小家庭啊 这种小空间呀 完完全全也是根据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喜好去搭配而成 我真的觉得说你们两个人共同做了很多事情 而且说三观 兴趣爱好 非常非常的有很强烈的这种共通性 那当然不是全部 但是我会真的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的话可以聊 小鸟在这里嘛 总归它是一个叽叽喳喳的能量 会让人觉得说呢 身边是热热闹闹的 一直有声音传来啊 相处的话呢 感觉就是说聊天很多的这种状态 而且说还可以共同去做某事啊 好 然后的话呢 它是一种说打开的一个能量 所以这段情感关系的话呢 相处模式是一个说是真心相对的这样一种感觉 在啊 就是不会有隐瞒 有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成熟之后就会有一种下意识 觉得说自己心理想法不要过于张扬的去说出来 从这个相处模式看起来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真的是沟通的很到位 而且面对对方的时候并不会讲一些不真诚的话语 都是有在去把自己的真实感受传达给对方 如果一个人情绪上面有压力 我觉得说是两个人共同去慢慢处理 慢慢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相处模式的话呢 给我感觉说是会有很多种心意相通的这个能量 虽然说是经常沟通 但是我会觉得说呢 好像这个默契程度也是非常充足的 就不需要说是跟对方讲什么什么样的话 但是两个人就是非常就是能够看对方一个眼神啊 一个动作啊 一个肢体表情啊 就能够去预判到对方到底是怎么样去想的 相处模式就是感觉我感觉说是灵魂上的一致程度 会非常非常的高 你们两个人你和对方的个性很有可能是相似的 属于说是在感情当中比较类似的一个能量 再来抽一张牌哦 从这里看 连接力很强啊 我们第二组朋友 你和对方相处过程当中的话呢 给我感觉就真的会有很多的能量 是通过神秘力量的这种传说 就两个人的灵魂共通性非常一致 我觉得说你俩肯定是来自于同一个灵魂家族的人 从这里能量上看的话呢 就通通属于一种说是觉醒啊 你和他在一起相处模式就是说 探索了非常多的关于精神层面当中的领域 那比如说可能是在精神层面当中有怎样的这种想法 怎样的这种诉求 以及说是自己心里面一直感受到的 但是不敢于向其他人说出来的一些想法 两个人都有在去互相的沟通和交流 所以这段情感的话呢 看起来是受神秘力量的这样一种保护 上天力量的这种支持 你和他相遇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说呢 两个人就像照镜子一样 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 在下面会反馈说 我觉得说是说的就是我自己啊 对的 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你们两个人可能是镜像的一个关系 所以会觉得说有非常强烈的这种 这样的一种共通性 所以你对爱情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想法 你们两个人是高度的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两个人可能都会属于那种说是付出比较多 会比较愿意去牺牲 愿意为对方做很多事情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而且的话呢 就是当然这也是一个缺点 缺点就是两个人都想为对方好 委屈自己的这种心态想法 不想要去 只有自己怎么想的话呢 就自己默默的隐忍这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我也会觉得说 你们相处的话呢 另外一个啊 先说这个 就是你们两个人会有一些 类似的这种感情经历 过去可能就真的有被一些 爱情伤害过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呢 有同样的这种痛点 所以说在一起之后感情也是为什么是在像我们刚才说的会很快速的去升温很甜蜜的一个能量 你们像是给我感觉说是共用的是同一个灵魂 会有非常快速的这种甜蜜的能量展现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而且说看对方的时候就感觉说和看自己的能量是一致的 你就会觉得说没有比他更懂自己的人没有比他更了解自己能量这样的一个人啊 相处模式的话呢 我觉得说热恋气能够维持的很久 因为他这个受这种神秘能量的影响的话呢 并不是属于那种说甜蜜几天然后就结束了甜蜜几天就不甜蜜了 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比较偏向于一种说是神圣的能量的加持之下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感觉春暖花开 然后的话呢会发现自己身上更强大的这种爱人的这个能量 所以我会觉得说相处相处的时候就是一直都很甜蜜 因为这里是一个圆圈的能量 也会是因为它是一个一直循环 就不会是属于那种说甜蜜期过了 日恋期过了 两个人就非常的平淡啊 好像只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不会的 我觉得说你们两个人就好像是这种历久磨心 久处之后依然怦然心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不会说是属于那种甜蜜一段时间啊 两个人可能恋爱了 结婚了 就是故事的结尾了 不是的 相反的话的在一起之后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新的一种开始 相处上会相对于都像是上天给到对方的一个礼物啊 就是你是对方的礼物 对方也是你人生当中的礼物 去弥补过去这么多年的话呢 一些不愉快的感情经历 就是过去受的苦 然后未来的话呢 上天会在你们两个人故事开始之后 然后的话呢 就像是一个大礼包一样来补偿你们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两个人好像一直就是看不厌对方 一直很开心 一直很甜蜜 一直很快乐的那种状态去相处 你就会觉得说呢 自己积极的去做改变 自己积极的去采取行动 感情生活也会是有很多这种希望到来 那再来看一下说是你的能量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对方的话呢 他的特质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影响 来看看啊 我们抽牌来看 这个牌 不分正反面 那我就随机抽三次啊 一二三 再来一次吧 一二三 好 抽到的是一个宝剑4的逆位啊 有一些朋友过去的隐忍的能量会在对方这边去结束掉 就是你的能量你会发现说别人不会说是去伤害到你 因为的话呢 过去可能是说不太敢于将自己的内在不开心的东西去说出来 然后的话呢 过去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隐忍来自于说是想要维持一个大的环境上的这种和平的能量 不太想要说是我主要去我一个人去打破平衡 更多的话呢我觉得说是一种说 你会考虑啊 就是如何让最大程度之下让自己少受一点苦 我觉得说你的重点会从整体回归到自己本心层面当中 过去的话呢 可能一直有一些梦想啊 更多的话有一些想法想要去执行 想要去落地付出行动 但是因为你的担心啊 你会担心你真的行动了 然后走出了那一步 未来得不到这样的一种结果 所以你会在这种既想去做又担心结果的一个状态当中 反复的内耗 内耗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就会是觉得自己的话呢 像是一条啊 被溺死在水中的鱼了 就会觉得说明明是熟悉的环境 却会让自己有一种喘不上气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这个关系给你的改变的话呢 就是你会去很有勇气的去做出调整和改变 会去尽可能的去追寻自己的一种梦想 自己的一种未来的这种渴望 自己想要得到什么 你会靠自己的双手去得到 有时候不快乐的一个点就在于说是 把期望啊放在其他人身上了 这个人自然是很值得你依靠的 但是正是因为他值得依靠 所以你才会是觉得说呢 自己也要去追寻自己的一个梦想 自己人生的未来 你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事情 然后的话呢去调整很多东西 所以你会是认清自己的目标 然后去积极的去付出行动 然后积极的去改变 所以你整个人的话呢 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你会快乐很多 心态也会平衡很多 不会像过去有那么多的纠结 有那么多的烦恼啊 这是另外一个保健4 因为他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 有些朋友过去睡眠非常的差 可能会是半夜惊醒的这种能量 或者是入睡困难 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话呢 其实源自于说是生活当中 某些事情的不开心和不快乐 那么说保健4的逆味 就是有些朋友的话呢 能够去轻松入睡啊 我觉得说是大家不再躺平了 即使说睡觉 并不是说睡觉不躺平 就翻着睡 或者是站着睡吧 没那么夸张 而是说我觉得大家开始就是 能够去调整改变 不会卡在这里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再来我们看看 好这里的话呢 星辟7的一个能量 星辟7的能量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这一组朋友啊 我觉得你真的会更加的有智慧 你不仅有行动力 有勇气 而且的话呢 你会明显知道自己人生的重点在哪里 这是一个守护的能量 等待结果子 就是这果子成熟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的能量有什么样变化 你会是积极的去捍卫自己 你会保护自己 我觉得说第二组朋友 不是说你过去不爱自己 而是当你去做选择题的时候 当你选择和另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更多的话呢 觉得说想要去保护的 是他人的一个利益 他人的一种需求在啊 那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当星辟7出现 就是这个关系当中 你的能量变化 再是觉得自己拿到了自己人生的主权 虽然说拿到的是一个铁铲 但是其实你是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人生当中的重点 你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啊 方向感啊 你通通能够拿回来 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然后知道自己人生要去如何去走 生活当中有这种充满阳光的这个能量 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话呢 非常的放松 有很开心的这样一个感觉 过去你可能是非常害怕孤单的 然后你会觉得说 虽然自己过去也很孤单 自己周围没有什么至亲好友 但是好像没有人陪 你就会是觉得说 自己的能量比较无助 就是也是有时候的话呢 人本身他就是社会性的一个动物 那确实是会因为孤单 感觉要担心和害怕 但是的话呢 你并不是一个不能去感受 享受孤单这样的状态 相反我会觉得说呢 你会在未来拿回人生主控权之后 开始去更多时间 能够去思考自己如何去做 因为过去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生活当中 掺杂了太多的能量 所以我们的眼光不停地看向的是 别人的那里 没有把重点放到自己生活当中 你把重点放到自己生活之中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自己要去处理的事情很少 你只要处理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需求 自己要去做什么 然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时间去思考 自己过去的状态 那么其实你会感觉要放松 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 不一定就是带来恐慌 相反的话呢 它带来的是更多改变的一种可能 然后我们再来抽牌看啊 好 这里的话呢 权杖 权杖 哎 这个是权杖国 我还在想是权杖挤来着呢 对是权杖的国王啊 权杖国王 这一面比较漂亮一点 我们来看这一面 权杖的国王 你会觉得说自己真的很有勇气啊 这组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爱给了你充足的一种能量感 让你积极的去做 积极的去前行 也知道自己的未来的可能性的话呢 会是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主场 所以你就会发现更多 这个世界当中的美好 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能量是被一些复杂的东西 所影响了 所干扰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好像是整个人的生活 被卡在了某个状态当中 但是其实的话呢 你觉得自己的一个改变是权杖国 你觉得你自己你有贵人照 你很容易遇到贵人 而且你自己就是能够去拿到 属于你自己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权杖 过去一些人 他虽然接近于你 靠近于你的时候的话呢 带来的能量是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不快乐的 但是的话呢 你不知道如何去调整 现在的话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大家积极去塑造自己新的人生 然后的话呢 知道自己到底如何去做 不用兼顾太多 因为你自己的话呢 就像国王一样 你知道自己如何去做 如何去让自己开心 有时候的话呢 就是把自己看得不重要 就会不快乐 我们也是在成长环境当中 被教授了太多的理念 是说我们要去如何去让十大体呀 顾全大巨呀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观念 其实会让我们就是在做自己过程当中 非常犹豫 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才可以 那其实肯定不是的 我觉得说呢 大家会在未来的时候 这个权杖光代表就是说是 你会受到非常多相信你 支持你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和他们对你的爱呀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要主动走到一些圈层当中 然后才能够得到爱 不是的 主要你足够的优秀 你站在足够高的一个状态当中 自然就会有很多人爱你 崇拜你 当然来讲 我觉得说你的第一个粉丝 最忠诚的粉丝 就是来自于你的伴侣 他就是一直观望着你 一直想要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 更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觉得说呢 你一定要去成为的 是你想成为的这样一个人 他是真心的在为你个好 真心的在为你考虑的一个状态 再来看看说啊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 场景情境之下遇到对方的呢 先来看这样的一个地点 我们来车牌看啊 好第一张牌的话呢 是花牌 花牌代表好看 是一个装修的特别漂亮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话呢 应该是这种金碧辉煌啊 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 遇到对方 然后的话呢 另外花牌也会对应到就是人很多 那天可能是聚会啊 婚旅啊 婚礼啊 同学聚会啊 等等等等 这种很多人相关的一个场景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花牌也会对应到很多人用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用的一些软件 或者是游戏当中遇到对方 这不太像是一个偶遇 也不太像是一个介绍 所以第一场见面的时候 你们这个环境还是挺好的 不会是在一个落单的 落魄的一个场景之下 开始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相反的话呢 是这种说 超级甜的 超级梦幻的 基本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都给了对方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然后再想想说是一个月的时间 遇到对方 然后差不多是快一月 元旦假期 或者说是圣诞节 大家最近真的要经常走出去 记得把自己装饰的漂亮一点 打扮的漂漂亮亮一点 给我感觉说呢 你们有可能是一起去旅行啊 一起去做某事 然后有很多人聚到一起 非常月亮 非常热的漂亮的一个场景之下 开始了你们之间的故事 好甜的 我觉得说相遇是一个小甜文 是一种说 第一次相见就有这种一见钟情 你看说这里 第一次就下面两个人 就是有一个人手里拿花 另外一个人的话呢 是在去不知道是已经送出花 还是等待接收花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挺好的 就两个人特别确定 不过也存在于说是 那种说是不知道第一面见 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两个人是什么样种感觉 来看一下啊 来我们实际性的测一测 第一眼的感觉是如何的 好第一眼看到的话呢 那出现的是一个镰刀 因为第一次你们这就有花的一个能量 所以镰刀它也会对应到 是一个收割的能量 所以第一眼会有一点说是 想要把这个人收下来 然后收入囊中 就觉得说就是这个人吧 我要打赏这个人 就是会有一种确定的这个感觉啊 第一眼感觉就是说 可能就是他了 因为镰刀就是说干脆绿裸 非常确定的一个能量 不犹豫 不会觉得说 哎这人到底是谁呀 我对他是什么感觉呀 你会在是刚见到他的时候 就很确定的说呢 就是就是这个人了 我心里确实觉得这个人还蛮不错的 然后要收编他 收编他这样的一种心态在啊 我觉得说你们两个人就很确定 第一次见面即使不说什么实话 我也会觉得说呢 有这种说电流涌动的这种感觉 就是很 心里有这种说呢 和这个人谈恋爱还蛮不错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当然不会第一眼就确定说 这是自己的终身伴侣 但是肯定会对他好感倍增的这种状态 让你会觉得说呢 这心里的小鹿 然后又砰砰砰的跳了起来 你就会觉得说呢 内心的话呢 非常多的这种欢呼雀跃的一个能量在那里 会让你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满心都是粉红泡泡 这样的一个能量 而且说呢 你们第一次见到之后 晚上回家都在想对方 因为我会觉得看到有在晚上的时候 就是对月相似的这个能量在那里 会去想 这个人的话呢 他怎么样才能再见面啊 怎么样才能在干嘛干嘛啊 就这个想的很多 很复杂 好 然后再来看看他看到你第一眼 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 好 然后 出现了是一个熊牌 熊牌的话呢 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护力 权力感啊 就是要掌控的一个能量 你们两个人 这我们要是常规有一种话说 就是说第一次就看对眼了 然后就会觉得说 就是这个人 就是因为你们本身来讲 灵魂共通嘛 对不对 有非常强烈的这种 业力的这种能量 而且的话呢 给我感觉说是 确实是因为灵魂共通 非常的 非常的强大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就是第一次相遇 都会有一种特别确定啊 然后就是这个人的这个能量 所以第一次见面 我觉得说 你和他应该都是爱面子的人 都会说是比较在意的 自己的这种形象 担心别人去看 但是内心里面 这个小算盘 可能就是很确定 就是他 我觉得他这个人 可能会是第一次见面 他不一定会是 直接了当的去 说出他内心当中 所有的想法 因为我会觉得说 他是有这种恋爱的 小小套路在的啊 他会是呢 就是对你想要去得到更多 占有更多 但是他这个人肯定说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会是表现的比较的矜持一点点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也很好 然后很多人的环境 很漂亮啊 确实会有很多的这种花 在去装饰的这个感觉啊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还会觉得说你们第一年见面的时候 就对对方的印象是很好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呢 就是这个人 就是想要去收割拿下他 然后的话呢 得到这份恋情 让他听自己的 就是突然胜不欲上头了 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他对你的这种爱是怎样的一种爱吧 来看看 出现国王牌啊 和这个熊牌能量一样 这个人的话呢 一定会是有极高的这种 说是领导力和掌控欲 比较在这里出现啊 我觉得说呢 对方他就是 第一个来讲 他能够去疗愈你的内心 帮助你找到真正的自己 你会在对方的这个 满满的爱的能量之下 然后会觉得说自己非常优秀 这个国王牌的能量反复的出现 所以的话呢 一定会是我们 第二组朋友 你和对方之间的话呢 相处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是你的人生真爱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说是 他会非常的适合你 就是两个人的话呢 不管说是从这个肉体层面呀 外貌啊 身材呀 气质等等 都是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吸引力 彼此强烈的吸引 啊 因为这个国王牌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有较强的这种 权威感 行动力 也是有野心 那他给你爱的野心 无非就是说得到占有 我要拿到 我要拥有 他这个心态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强烈 我觉得说你们之间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对方 他是内心当中 小心思 小想法比较多 然后就是暗自琢磨 如何能够去得到 这个人的心呢 相处起来 你会感觉到他是有一点树裂的 但是其实他内心就是说 占有欲极强的这种状态了啊 再来看他对你的这种爱 好 一个的话呢 看起来是死神逆味 然后一种执念力啊 这人的话呢 就是对你的这种爱 多多少少带来一个天蝎座的那种 占有欲存在啊 不爱的话呢 浑身难受 然后圣悲其事 我觉得他的爱的话呢 不会说是很快速 但是说绝对说是非常的真挚 因为的话呢 死神和狗王同时出现 也就是这个人多多少少 他对你的爱 是有这种非你不可的能量在 另外一个的话呢 圣悲的骑士 也是这个人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他心里装的都是你啊 能够让我看到 这个人其实个性还是蛮好的 很纯洁啊 然后他对爱的话呢 他对爱情的诉求 也是比较单纯的 嗯 我不管他年龄到底怎么样 他的社会地位如何 我觉得他和你相处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简单直接 就是因为这种确定感 才会让他的话呢 非常真挚的 非常快速的 想要去靠近靠近你 但是他真的很真诚 不会说是很弯弯绕绕的 这种感觉 死神溺围的话 看起来你们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点小误会啊 但是的话呢 他不放弃 他一直都是非常的坚持 想要去和你走到一起 我觉得这个人 一般来讲 都是他联系你会比较多 但是的话呢 他确实很主动 但是的话呢 他的方式一开始 可能会是显得 就是和你之间是相背的 不过来讲 最终你们两个人 还是走到一起啊 就还是有缘的人 怎么着他都缘分 不会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要等的 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会在遇到他的时候 你会有明确性的 这样一种感受 好 那这些的话呢 就是我们第二组朋友的 所有信息啦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呢 祝福大家 记得领取好运哟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这一张呢 就是大家所选到的 指示牌卡 我们先将它放到这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抽牌看一下第三组朋友们 你们当下的能量状态 是如何的呢 来随机来看三张牌 这张牌很快啊 这一盘的New 那可能说是哦 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可能会处于一种说是 有偏见的一个状态当中啊 经受着一些不太公平的对待 因为正义逆味的话呢 就是确实有些东西 目标感适衡 也可以看到就是 牌卡上的这位女生的话呢 她的眼睛是被直接挡住啊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 明明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劲 然后自己的付出和得到 是不相等的 但是会有一种说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只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因为经历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以后啊 现在在面对感情 或者是某些事情的看法 会有一点说是 不知道自己的理念是否正确的 那比如说呢 你想要做某事 你想要得到某种结果 但是你的身边人啊 你的家人啊 他们的一个看法 感受和你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并不知道说 你自己应该坚持着的 是怎样的一种信念啊 所以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在去怀疑自己的一个状态当中 处于一种说有矛盾的 然后稍微显得说是目标感 不太确定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最近的话呢 会有一些朋友在处理一些和离婚 或者是刚刚离婚之后的一些事情吗 我们来继续抽牌看哦 接着的话呢 抽到的是女祭司 然后会多少有一种说是 在亲情上或者是感情 就是人际关系上的话呢 当下会带着一种说 有疏离感的这个感觉里面 就好像说 不是属于那种说是 和人之间的磁场特别的亲近 我觉得说呢 你们的能量是很高的 然后最近好像是有一种说 是被伤害过之后 对于某些人事物的感情 处于一种说是 尽量不要靠近很多 让自己的话呢 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你会是和 某些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呢 处于一种说不和谐 有矛盾的状态当中 而且已经持续的时间的话呢 有一点点久 过去可能是付出很多 然后再等对方改变 现在有一点累了 然后有一点说是 不想再继续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哦 来再看这张牌 然后是一个全杖石 这样的一个张牌啊 全杖石的能量出现的话呢 那大家确实是有一点累了啊 因为全杖石就是一个看牌卡 它其实就是一个爬山的能量 再去向上走嘛 所以会感觉累啊 辛苦啊 不太轻松的一个能量 第一个来讲 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可能你心里还装着一个人 这个人的话呢 对于你可能是意义非凡的 可能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你即使已经为他等待了很久 坚持了很久 但是你其实也知道说 自己恐怕很难得到一个结果 这样子啊 一直以来的话呢 都为了某一个人而坚持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我会感觉到压力有点大 可能是快到年底的时间了 一直在给自己的话呢 想要拼一个成绩出来 或者说某些事情在收尾阶段 然后就会有一点说是心里想放松 但是工作还要继续 然后心里就会情感上就会特别的累 有点说是不太想工作啊 处于一种说是当下就能量比较少 然后整个人会有点说是没有力气感 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说呢 你们和你们喜欢的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你会当下在考虑说是是不是应该走向的是另外的一个路口 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出现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最近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呢 可以轻装上阵啊 然后不管是短途旅行 还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有些东西不要拿太多 让自己放松一下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给我感觉就是 你最近应该会有一个升职的空间 但是说呢 要去调理就是我不知道说大家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 如果说你的工作处于说不需要让不需要人情往来的话呢 那倒还好 如果要是有些朋友 你的工作环境是需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些人际关系 那么说是该来往的地方可能要去来往一下 然后调整一下自己周遭的一个人际关系 可能能够让你在年底这一块的时间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不得罪小人 好吧 就是小人我们就尽量远离 然后能维持的关系都维持的好一点 是可以说是有助于大家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你们今年得到结果不差 但是可以更好一点 能够好到哪一个程度 可能就是和一些人际关系相关了 好不好 那我们这组朋友的星座的话呢 大家可以参考的是 这个太阳月亮上升的星座当中的话 白羊狮子射手的一个能量 以及天秤座 天秤座还有一些星座 水象星座也会有一些啊 水象星座巨蟹天蝎双鱼 然后大家主要是根据对应前面的一个能量 来去看你们之间的一个讯息是否选择到的是正确的分组 好吧 然后星座嘛 反正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能量居多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来看我们的正题啦 先来看看说我们第三组朋友啊 你的一个桃花运势会是如何的 好 我们来抽牌看啊 嗯 大家的桃花运势有在被心中的旧人挡着了啊 这张牌就让我看到是这个能量在 就是你在去过于的坚持着 等某一个人 虽然你心里想的说是我就默默观望 默默守候就好 但是的话呢 还是应该去就是调整一下 那当然来讲不勉强好吧 就是讲到它是有这样一个能量在 如果说你心里觉得说我还做不到放下这个人 那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我是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你现在对星桃花的关注度更高的话呢 那我就比较建议你放下心里那个人 然后放下过去的某端回忆 然后让自己走出来 那如果说你现在觉得说确实自己还没有理清思路 还没有完全的走出的话呢 那我会建议你 你就是按照你内心的想法感受进行就可以 不用说是着急调整 运人的话呢 就是虽然我知道某些事情是正确的 但是会在那种状态之下 不是自己情感调整好之后就做决定的话呢 其实会出现迷茫期 运就是有一些看问题的朋友 就是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预知到一些讯息 然后就觉得说再继续下去可能会伤害自己 然后就决定结束 但是其实结束之后的话呢 理智上做的决定是对的 但是忽略了这种情感上的这种需求 心里面的话呢 这个爱意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对冲好 就是还没有调整好 没有让自己完全的放下这个人 所以会有很内耗的这种情景出现啊 所以最重要就是跟随内心的声音去走 然后就能够去走出一个出路 因为这张牌卡它是44号的牌卡 它也是一个说是让我觉得 这个人的话呢 对于你很重要 然后这个牌 它刚好就是有一种镜像能量在其中 你心里的这个人 我知道他很好 很优秀 所以才会让你的话呢 一直放不下他 然后不管是从44号牌 这个能量来看 还是这个牌卡的内容来看 我都知道说你在意的人很优秀 不管说是世俗层面当中怎么评判 但是我确实看到你们两个人 从能量上是非常对等的 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一张牌也会让我看到什么 就是其实的话呢 有一些朋友 如果你心里没有人 你身边是有桃花的 他在即将和你 就是相遇的这个节点了 你们今天就是第三组和第二组的能量都是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桃花运很近 不需要等太久 就今天的话可能是第一组朋友要等的桃花就会比较久一点 你们和他之间的一个距离的话呢 就在触手可及的一个状态当中 他已经是类似于说是和你们过去 就是如果啊 第三组朋友你是曾经向上天许愿 说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恋爱对象 我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证源 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桃花 那他基本上和你许愿想要得到这个人 是完全一致的 他是你显化出来的 是你的心里的一个能量取到呼应出来 有些朋友是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 模糊的这种喜欢对象 能量对象 就是你会有一点看不清他的脸 但是你知道那个感觉 而你过去到现在的话呢 并没有碰到和他感觉特别一致的 这样的一个情感对象 会有一些和这个理想型 它的能量有点像 但是不是完全一致的人 出现过你的生命当中 然后你以为说呢 这种期待有点说是虚无缥缈 但是你后面要去遇到的这个终身伴侣啊 他和你的理想型 和你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说虽然有一些朋友啊 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恋爱过 就是要么是心中有人暗恋的一个时间点比较多 要么说呢 就是身边的话 确实桃花有点少 但是近期的话呢 其实你的这个状态将要被打破 因为它已经在你触手可及的一个能量 只是还没有完全的来到你的身边 但是它的能量已经是比较的完成了 比较的具象化一点了 然后我们再来抽牌再看看哦 好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的终身伴侣 它已经感受到你的能量了 感受到你的渴望了 因为它是有一个饥饿的能量 比较的就是让我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它已经准备好了 它现在心里就是觉得说像肚子饿了 需要食物一样去需要爱情 你的终身伴侣它真的离你很近了 你们两个人现在的话呢 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说 都在去呼唤对方 都在去显化对方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来到于说是对方世界当中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第三组朋友的桃花运势 真的是非常极限 就是你们应该大概率来讲 会非常类似的一个点啊 就是从能量上来看 两个人非常的合拍 有非常多的这种镜像化的一个讯息 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现在两个人就是都想 都想对方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只是说这个桃花运势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还没有完全去推进到 一个具体化行动当中 但是确实已经就是都在心里呼唤对方 现在就是说多多的去显化 然后给自己机会去接触到对方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第三组朋友 我的建议是如此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从这张牌卡上能够看到我们 第三组朋友的桃花运势会比较偏向于 确实少一点 就是可能能够达到你需求 能够达到你期待的桃花的话呢 就是好像特别的少 不是说完全没有 而是你会觉得说 我想要的是我的理想性 你可能是这种说肚子饿了 然后不会凑合的人 然后不想要凑合 因为你需要得到的是比较优质的 然后符合自己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人士 这个桃花运势我感觉还是蛮旺的 然后当然来讲 要出现的也是真的和大家需要的是一样的 从这个能量看 真的还蛮不错的啊 再关注于你 你的这个中生伴侣 我觉得说他有做梦 梦到你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预知梦的一个能量啊 他已经感受到你的一个讯息 但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就是怎么样来讲呢 曾经梦中相见过 但是还没有说是能够真实的拥抱住对方 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所以的话呢 不用着急啊 就是说 第一个来讲 我们常说的就是做显化嘛 然后显化对方 然后早一点出现 那当然来讲也是积极调整自己 那有些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说啊 很快 有些朋友就是一周之内都能够去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的话呢 最慢啊 最慢的话呢 是八周也就是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如果有些朋友就是桃花啊 然后以及正元这些出现的时间 他并没有一种说是只在这个时间点出现 如果是因为他不太像是说 早上八点就要起床的一个闹钟一样的设置模式 他可能是我们需要去遇 遇缘分 缘这个字 他就是非常缠绕的一个能量 他要去有所纠缠 对吧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说 呃就是做一下 然后就完成了一个事情 那桃花除了说是最近一个近期的这个时间的话呢 有些朋友啊 再给你一个时间留意一下 但是他就会比较偏向于明年了 如果今年凑不过的话 我们就去先调整自己 但是也是可以说是去 还有机会遇到正元 好不好 如果今年遇不到的话 大家另外几个要去留意的时间 就是明年的五月份 七月份和八月份 这三个月份啊 明年的时间了 就是多少感觉有点吓到你们了 是不是 有一种说是错过今天 然后又要等的时间有点久 但是他 他这个运势确实是如此啊 有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近期是有 然后错过之后的话 他像是一个说 呃就是还需要一个充电的过程 所以他会是慢慢慢慢的到来 但是的话呢 如果近期遇不到 那不要着急 不要勉强自己 桃花韵的话呢 始终来讲 它是一个不可强求的能量 所以把这种情感桃花 就寄到心里就好 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该他出现的时间点 他一定会来到大家的身边 与你的话呢 手牵手去向未来去 呃走向最幸福的那个婚姻殿堂 最幸福的一个人生状态 但是他出现之前的话呢 不要因为这段感情关系 而让自己完全性的停滞下来 我们的人生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美好 可以说是去期待 可以说是去关注啊 也可以说是将在你的这种终身伴侣到来之前的话呢 多多的提升自己好不好 我觉得你们很记啊 其实把握住机会 大部分人都能够在 年前的话呢 遇到这个人 那如果什么时候脱单 这个东西我没办法保证 遇到时间 可以说是能确定 但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发展 是你们两个人双向的去做决定 好我们这些都不讲太多了 先看看这段情感关系 能够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好吧 我们先将这张牌卡放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抽这个塔罗牌 看看啊 这段感情关系 给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带来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抽牌看一下啊 好这里的话呢 是国王牌啊 我觉得是有一点正元的能量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 能够步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正元啊 有时候的话呢正元比较糟糕 也有点在于说是 我们人生当中正元是不止一个的 但是能够步入婚姻的正元啊 它可能就是比较少一点 对不对 那出现国王牌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这段关系 给你带来的第一个来讲 我就觉得说有可能是一段 非常美满的婚姻 我知道有些朋友啊 可能是不婚主义者嘛 就是我只想谈恋爱 但是不想步入婚姻 那这种形式是肯定的 我只是说说呢 常规的把它定为说是 能够步入婚姻的关系 是因为说 大部分人还是说 想要一个这种满意的 一个感情关系 在国王牌的话呢 我就会感觉到说 它能够给你 说完关系给你带来的是 一个很确定的目标 而且能够给你的心里 有很多种渴望感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我吃这一碗饭就能饱了 但是就是胃口的话呢 是一天一天称大的 对不对 今天能吃一碗饭 说不定一个月之后 就能吃两碗饭 然后在感情当中 需求也是如此 我们还没得到的时候 可能会预期有点低 觉得说他只要是一个 爱我的人就行 我和他谈一段恋爱也行 但是当他真正的出现的时候 因为他过于的美好 这段恋情过于的甜蜜 你可能会觉得说呢 我的心也越来越大了 我越来越有野心 我想要说是长期的拥有它 我想要和他签订某一个契约 我想要说是牢牢的 更加稳定一点去 拴住这段关系 然后甚至说你本来就觉得说 因为得到的一个幸福感 满意感比较充实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种说 去婚姻啊 就是确定下来 这种不算什么危险的尝试 你可能会去让自己的心态 发生调整和变化 所以你会是有这种新的需求出现 你会是有更多这种渴望 但是这个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说 一定是能够在你的一个 允许范围之内 就是你会觉得说 这种事情这个状态 是我自己可以接受的 也是我自己觉得说 其实这样做也是很好的 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并不是说 你是勉强着被动的 不同意的一个状态之下去 不如婚姻 你肯定是你会觉得说 我也确实很想 它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出现啊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是 更多的自信 国王牌本身的话呢 它就是代表一种权威感 而且它代表着说呢 是一种特别有主见的能量 所以带来的讯息里面 就会比较偏向于说 是一个稳稳的幸福 而且说可能对方是一个蛮优秀的人 国王牌对应到的 往往都是说一个职位 所以的话呢 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 有一种说是地位感 权威感 可能说是在周围人眼中 你的过往朋友 你过往就是身边的人眼中的话呢 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遇到的是一段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人 这段关系特别的美好 这样子就是比他们都会好啊 它是一个说比较的能量在这里 然后的话呢 20号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牌出现 给我的感觉就是啊 重生的一个能量 毕竟审判牌的话呢 是一种很大的这种转折点 那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在感情当中 曾经啊受过什么样的伤害 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点克制啊 可能会有一点犹豫啊等等 但是审判牌看起来 就是我们人生命运当中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它完全会调整 你的人生当中很多一些想法 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在过去感情当中 然后受到了非常多的伤害 在爱情当中的话呢 一直纠结于某个地方 困在某个情绪当中 然后很多这种冲突的话呢 让你会觉得说很有压力感 但是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关系啊 它可能会让你意识到 某些执念不必于说是长久的存在 你可能会是想要回归到 你正确的轨道当中 开始你新的人生 然后的话呢 在新的人生当中重新建立规划 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现在的很多的一个想法 对未来的期望 现在生活的一个原则 往往来自于说是过往的一些经历 然后好的经历可以帮我们去不停的去 变得更加的优秀 变得更好 但是不好的经历往往像是一个提醒 让我们再去面对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变得就是说更加的稳重 然后但是也会有一点犹豫 那么我觉得说这个审判牌对方的话呢 可能会让你重新燃起对爱情的渴望 你会走向正确的新的人生跑道 然后找回你自己的价值 过去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人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自己在恋爱当中的需求的话呢 不合理 然后的话呢 因为一些不正确的对待 不公平的对待 让你发现说 让你认为啊 让你认为这说呢 某些事情是自己要求过高了 但是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第三组朋友 现在心里还有一个黑洞 有一个伤痛 没有被疗愈的话呢 我觉得这段关系 它是可以疗愈你 你会放下你的心结啊 放下某一个烦恼 找到问题的关键 然后你重新的回归到 正确的人生赛道当中 人生跑道当中 你会觉得说 自己整个人变得非常的轻松 然后过去的一些压力 过去的一些痛苦的回忆 都将远离你 远离你 然后你整个人的话呢 就开始有一种说是 重新去进入到 说是更加轻松的 然后放松的一个状态里面 好 我们再来看看说 这段关系还给我们 第三组朋友带来的影视牌啊 我觉得对方好像是 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啊 这个影视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一种说是 充满智慧感的一个能量 因为影视 它往往说呢 是一种说是等待被发现 但是的话呢 内在智慧是非常充足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会觉得说呢 可能对方啊 他给你带来很多这种资源 一支三张牌 都是大牌的一个能量 大牌能量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 这个关系带给你的影响力 是长久存在的 并不会说是一些 短暂结束之下 就结束的一些帮助和影响 我觉得它能够给你带来的话呢 就是说 你在去面对事情的时候 有更加高频的一种认知 对方他好像是打开了 你的某一个困惑点 然后帮你突破你的觉醒 从这个审判牌的能量 它就是有一种深刻的 一个觉醒能量 然后你会去实现你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转折点 经历这个转折点之后的话呢 你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这种人生规划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特别的有能力 然后在事业上特别的有创造力 开展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 然后的话呢 给自己非常就是丰厚的财富 实现财务上的自由 所以你会在这段关系的影响之下 实现的是你梦想当中的那个自己 甚至说比你期待当中 理想当中的自己 还要更加优秀一点点 然后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自己啊 可以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话呢 就是做得越来越好 因为人一旦说是得到一些 正确的积极的反馈之后 就会不停的去做到更加的优秀 然后会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这里面能够看到说对你 给你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啊 就是一种说是全新的这种事业 启航的这种能量 对方会给你资源 不管说是这种财富上的资源 还是说是人际关系的资源 我觉得对方都有在去帮助你 因为果王牌本身 它就会代表的说是非常多的一个 具有权威性的帮助 影视牌就是代表智慧 然后审判牌的代表能量 都会比较偏向于说是人生成长 重生和觉醒 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关系之下 实现的是你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你会走入到了是自己更喜欢的 一个人生赛道里面 你会发现自己的话呢 越来越好 越来越优秀 你回头看自己的过去的每一天 都是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你在去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会更加的淡定会更加的轻松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抽牌看啊 就是说和对方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是如何的 会有怎样这种甜蜜的爱情来到第三组朋友的身边呢 好 从这张牌看有一个小木偶的这个感觉 就是觉得说很有意思 你们两个人啊 给我感觉说两个人 看起来外形都是这种很成熟的一个能量 但是相处起来的话非常的有意思 像小朋友 像小孩子 然后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非常有趣味性 两个人可能说是属于在外人面前的时候 比较的成熟啊 比较的稳定一点 然后的话呢 讲的话都是让人觉得说非常具有权威性 但是真实的相处过程当中 则会感受到说都是很有幼稚的那一面 相处起来像小朋友啊 而且的话呢 我觉得说在相处过程当中的话呢 两个人都是非常有想法 非常有创意的人 那么相处的时候的话呢 都会给对方制造了非常多的惊喜 因为这里多多少少像是魔法师的帽子 在这个生活当中 相处模式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不停制造出了新鲜的这种玩法 新鲜的这种乐趣 会让你感觉到说自己再次的拥有同性了 就是我们成长啊 就是不随不停的伴随着说是失去幼稚感 越来越成熟 然后反倒说性这个有趣的那一面的话呢 就是越来越少 从你们相处来看的话呢 就是在外人面前啊 就是标准的这种大人的一个能量 然后两个人静静相处的时候 就完完全全是这种说 孩子气的小孩子模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觉得说相处模式就是互相给对方照顾 然后天热的时候 对方会帮你戴帽子 帮你打伞 天冷的时候 对方也会关系你的日常起居 把你当小孩子一样去照顾 你就会觉得说呢 自己好像得到的是这种 说是包裹性的这种爱 就是整个他用他很多方面 很全面的爱去困扰着你 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好像一旦离开这段爱情的时候 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办法独立了 但是其实的话呢 是因为他给到你的爱 太具有依赖性了 你会觉得说 忍不住在这个爱情当中的话呢 一直沉溺下去 然后同时的话呢 从这张牌卡能够看到的一个讯息相处模式啊 就是会特别的有智慧感 但是是那种有情商的这种智慧的一个能量 因为它就是属于这种说不呆板的 不是那种说很刻板 然后说呢 很无趣的那种相处模式 相比较而言的话呢 就是更多的有意思一点 会说一些有趣的 然后俏皮的一些话在这里啊 相处的话呢 会时不时的有一些小惊喜出现的 然后这张牌卡的话呢 给我看你们相处的话呢 是不停的去发现新的这种兴趣爱好 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啊 有些朋友可能说是过去频繁的忙碌于工作 忙碌于一些就是和有毒的能量 做斗争的状态当中 所以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话呢 生活当中啊 或者是爱情当中的无聊的一个能量 相对而言比较的多一些些 但是从这张牌卡能够看到的 则是说我们第三组朋友啊 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有更多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演变出来 所以两个人的话呢 开始有更多这种积极的能量去进行了 同时我会觉得说呢 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啊 然后能够聊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说的话呢 都是比较的正向 比较积极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说呢 对方是一个不会仅仅接受于 你给他付出的一个人 他也会说是给到你很多的一个付出 他不会觉得说两个人之间是要计较这么多 小的一个东西 他会更多的话呢 关注于你们生活当中 其他的一个层面 给你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 一定会给到你很丰盛的 很满意的这种爱的 好我们继续来往后面再抽一张牌卡来看一下啊 然后从这一张牌看的话呢 相处模式是互相给到对方人生的支撑感 人生的力量感这张牌啊 能够看到说相处起来 他会帮你确定目标 帮你找到人生的一个未来的方向啊 也是说其实两个人是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很像这种队友的一种相处模式啊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冲突的话呢 我觉得会两个人去很快的就确定下来 不会有很多这种争执争吵 然后的话呢 当对方人生迷茫的时候 你会是他身边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陪伴者 给我感觉就是说 相伴的时候两个人是共同前行 有共同的目标 有一些朋友可能就真的会和对方一起去 重新确立一个在感情上的目标 有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不太想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个恋爱方式 不太想要因为爱情调整自己改变自己 是因为过去的恋情啊 它给到你的体验有些差 因为人嘛 就是趋利避害的一个能量 你觉得说改变自己 虽然你得到了一些 但是你丢掉了更多的话呢 你就不想要去为之改变 不想要和对方进入到一个 为爱情更改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调整之后 没有给到你这样的一种危机感 你大概率来讲 你会和对方确定的是新的这种 人生规划的这种目标 所以你会非常的确定说是自己要去 如何去做 如何去进行啊 给我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当然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就好像是说兜兜转转啊 不管说经历多少的人生的暴风雨 其实两个人都是很坚定的 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那从这三张牌的一个整体能量来看 你们两个人相处起来就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有趣 但是同时也是很成熟的 它的成熟的点在于说是 关于是共同目标 共同事业上的这种推进 你们会是再去忘掉过去的一些旧的关系 给予你的伤害 然后的话呢 重新塑造你和他人生的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和未来啊 两个人是一起去做某事 相处起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共同去开创一个事业的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目标性嘛 共同完成一个项目 共同完成一个作品 然后和这个人的话呢 去开辟的全新的事业 当然来讲从这里能够看到的 就是这个全新的事业 会给你带来比以前更加就是丰盛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所以你会感觉到说呢 自己拥有的是稳定的幸福的生活 感情也是非常的稳定的幸福 去共同去创造财富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他就是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但是非常的成熟 他是属于这种说 既会开源 也同时的话呢 能够用这种 说是在生活当中给你制造出很多的惊喜 然后会理财 也会投资 给人感觉就是说 人生当中有更多的一个可塑性 也同时的话呢 像是一个说充满智慧的人 你能够和他一起去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的话呢 这些事情都能够给你创造非常多的财富 他会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成为 这说是带动你情绪的那个人 让你觉得说心态放松啊 心态稳定 主动去接近你 主动的去靠近你 他是一个说 动态的这种行动力量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会和你共同去创造事业 你会我觉得说呢 你是在后面的话呢 去跟随他的目标 但是同时你对他的重要性是存在 久是一种说非常重要存在 因为你存在于这里就会让他觉得说呢 他是可以去很安心的 然后很稳定的去往前冲 往前走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接着的话呢 再来抽塔罗牌看看啊 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你的能量的话呢 会有哪些的变化 这幅塔罗牌 它会是两边都有 那我们就随机的抽三下之后 就来到一张牌 哇 圣杯石这样的一个能量 看起来就是说 非常甜蜜的一张牌啊 圣杯石 你的能量就会觉得说 自己找到了 自己最想得到的这样的一份爱情 然后属于你的最美满的 最理想化的那份爱情来到你的身边 你就会觉得说呢 自己永远是有人陪伴着 像雨后天晴啊 彩虹就会说 时时刻刻存在于你的身边 让你会觉得说呢 以前好像就是说 不懂如何爱自己 只会想着说是好好爱别人 遇到对方之后 你会说是好好的去关外自己 而且说这份感情给到你的爱 就是真的很充沛的 过去的话呢 会有一些不好的情感对象 然后你爱到他之后 你会觉得说 自己的每一天都会有非常多的压力 非常多的这种痛苦 或者是不开心的一个能量 但是说和这个人在一起之后的话呢 圣杯石 我觉得说 你是觉得自己情感当中 所需要的每一杯的圣杯都满足了 人的情感的话呢 是有一个固定的容器在装着的 有的人给不到你 你想要的那种爱之后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就是说非常的缺乏安全感 内心当中非常的不稳定 但圣杯石的话呢 我觉得说这个人给到你的恰好 就是你需要的那些很满很充沛 所以你会是一个安全感十足这样的一个人 你会觉得说自己就好像是 和对方相爱之后 自己每一天的这种容貌 都有在变得越来越漂亮 因为爱情的话呢 它就是一种供养的能量 如果你和对方相处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越来越漂亮了 越来越帅气了 然后整个人的气质啊 能量越来越高 那就证明你爱对了人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有些爱情它在消耗你 是你应该去逃离的 应该要去结束的一些情感关系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说过去可能会有一些爱情消耗你 让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从一个绿洲变成了沙漠 但是的话呢 这份爱它会让你得到很多丰盛的情感之水 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是有非常满的这种爱情 存在于你的身边的 那我们继续来往后面抽牌看啊 哎 还是这样抽牌吧 忘记了 一二 好 接着的话呢 是星币六的一个能量啊 星币六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说互动性很好 因为星币六是财务稳定啊 我觉得说呢 你的心境就会是有一种说是思维更开阔 我们刚才有看到说是 就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话呢 你就会对于人生当中的一个能量的变动 是非常灵活的 你就知道自己要去如何去做 如何去进行 而且你的财商会变得很高 财务会非常的稳定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自己啊 情感稳定之后 你就开始重点放到自己人生其他的层面 因为首先第一个圣杯石的话呢 就是满满的这种说是 财务稳定的这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星币六就是 你会把重点转移到说是自己的这种财务上啊 或者是自己的事业上 你就会是有很多这种经历去发现 你自己在其他层面当中的才华 本身来讲的话呢 就我们第三组朋友 你是很有天赋的人 只是过去的话呢 好像是这个情感没有被满足的一种状态 然后你就会是说 没有时间去兼顾到自己这方面的一个能量 那你得到很满足的很充足的爱之后的话呢 你会把你的专注力放到提升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知道如何去好好地利用你的才华 提升你的财务状态 过去可能是在爱情道路当中的话呢 很辛苦很缺乏安全感 然后单是说是这种情感上的消耗 就让你觉得说无力去维持 但是啊 这份好的爱情让你在你的原本就有的基础之上 绽放出了是更优秀的那个你 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是这个真的有更多可能性 然后也有更加充足的动力去发掘 发现自己的一个才华 自己的优秀的一个地方啊 这里的话呢 保健一 就是我觉得你和他在一起之后 你真的会发现自己更多的那一个面向 然后从而的话呢 去突破现在的自己 有些人可能现在就已经非常的优秀了 然后已经再去做得很好很积极了 但是可能说之前的时候啊 就是还不知道自己能够有这么的这么多的才华 那么我觉得说你会变得更加理性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被感情困住 说到底还是感情之水得到的不够多 然后过去很长时间的话呢 感情它并不是真正你想要的那种感情 但是它是混淆了你的视听 因为看起来它像是一个说大家都会遇到的感情对象 你就会觉得说肯定我要遇到的是和他人一致的 但是确确实实相爱的时候和那些人接触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是有更多的困惑 然后好的感情它其实会给你一种确定 让你觉得说是一旦走向这个地方 你就会满满的确定这份爱情就是你想要的 然后你再去看待其他事情的时候 你也会有一种确定感 就是你会觉得说自己确实目标很稳的去朝这个方向去走 心情会变得更加的理性 就是因为你得到很多 然后有时候的话呢越是匮乏就越是混乱 越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好的爱情的话呢 它就让你目标坚定的去朝前走 因为你很确定这样子做的决定 做决定的时候自己处于一种说非常冷静清晰的状态当中 自己也能够去做到的是非常优秀的 然后圆满的一个决定 而且这样的一个决定给你的能量就是非常的积极的 让你会觉得说呢 我是可以去勇敢的去做断舍离 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之所以意识到一些感情能量没那么好 一些人际关系团体关系 它没有给我们的人生提供帮助 但它就好像是说会前世当中觉得说 像我们去面对衣柜当中的一个衣服一样 今天穿不到 这个季节穿不到 但是也许说以后会有用 就是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关系没有给自己提供帮助 但是也许它会改变呢 这种想法会导致我们的身边积攒非常多的 这种负面的 然后没有帮助的能量存在于身边 可是说当你得到很充足的爱的能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的话呢 勇敢于说是做断舍离 过去会觉得说什么这样的情感关系都想要 到底说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感情模式 友情模式 亲情模式 都会觉得说自己不舍得放手 但是这个这一段关系 它给你的改变 就是让你勇敢的给自己的生活去做减法 你就会觉得说 不是说所有的感情自己都不能失去的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自己要去拥有 我的手里想要去拥抱的是好的感情关系 而不是这种负面的糟糕的情感关系 所以这个心情的话呢会变得很轻松 做决定也真的是非常的快速 不会再任由一些负面的有毒的能量存在于你的身边 然后过去就可能是当别人的血包嘛 无限的去提供能量 去让别人开心 但是你和对方在一起之后 你开始关注自己 你要去切断和一些这种 一些吸血的能量的这种连接 就是有时候一些能量 这些环境因素并不是我们要去改变它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是真的一直处于一个低频的能量当中 然后不被这些低频的能量所改变 有时候当意识到周围环境特别差 有些团体关系不管它到底是友情啊 还是说是工作啊 还是说是亲情啊 该离开的时候离开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我觉得说你们会面向新的人生 远离一些伤害你的消耗你的这种情感 断舍离不会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 难做断舍离难做 只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更好的 对不对 你的桌子上要去摆更优秀的食物 更好吃更美味的食物的话 你就不会说是任由一些残更冷治 然后存在于说是你的视野范围之内 我们再来看看说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故事好不好 看看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在什么样的地方场景情景之下去遇到对方的呢 来看看啊 第一张牌的话呢是我们的花园牌啊 花园牌代表是说开放性 然后有很多的人 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确实又是一个公众平台 或者说呢是一个很多人的这种环境 然后会像是一些户外婚礼啊 或者是聚会啊 因为这个花园它是比较偏向于露天的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植物 有很多的花 人也有一点多 但是放心啊 有缘的人注定的人 他是不会走散的 你们第一次相聚的时候 这个场景就给我感觉说是给对方的一种能量 是一种很独特的 而且你们两个人应该都是还蛮放松的 它是一个轻松的能量 所以你会感觉到说呢 那一天 然后整个的这个氛围感 让你好像是很自然的状态之下去遇到对方 自然的场景之下的话呢 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 那一天我是完美的吗 不用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它之所以被你吸引 就以来源于说是你的内在 你的内在是非常优秀的 而放松状态之下 你展现出来的也是真实的你 所以并不会有那种说是担心顾虑说 啊我可能要是被 呃嫌弃啊 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说你们两个人相遇的话呢 就其实是有一种说 满满的一种内心性 就是它能够去透过表象去观察本质 会认识到说是 你们两个人其实非常的一致 非常的合拍 这个人我觉得他是属于这种 应该是自尊心稍微强一点的人 他可能是观望你啊 他可能是观望你 看到了可能第一眼 他不怎么去表达 来看看说你第一眼看到他 你的感觉是如何的 认为他是怎样的人 星星牌啊 这个人在你眼中的话呢 很漂亮很好看很帅气 因为星星牌就是属于那种说是 呃非常 优秀啊 高高在上啊 这样的一个能量 当然来讲的话呢 星星牌本身也对应到的 就是属于那种 呃你会觉得这个人和自己之间的 一个情感连接非常的特别 是好像说和这个人还会有故事 有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预知性 来到你的身边 对方的长相的话呢 我觉得说是皮肤是比较 就是嗯 偏向于文艺性 然后他的肤色会比较白一点 然后的话呢 整个人是发色比较黑 眼神的话呢 给人感觉也是比较深邃的 你看他眼睛 你会有一种说是 要陷进去的这样一种感觉 长相真的很漂亮 然后的话 只是整个人看起来有点高冷 因为他会属于那种 说是散发出一种 说是不太好亲近的这种状态 但是身高应该会比较高 比你高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需要去 呃身高怎么样来讲 就是你们当地啊 就因为有些朋友在南方城市啊 有些朋友在北方城市 我觉得说他应该肯定会是 比你高一头左右 你需要说是去抬头看他 那当然来讲 如果说第三组朋友 你们是男生 对方是女生的话呢 对方也确实不矮 但他不可能说是比你高很多 因为常识性下 女性和男性的身高 是存在一定的固定化的差异 但是他确实就是 比你过去遇到恋爱对象 都会再更高一点点 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给我的感觉啊 好这是你对他第一印象 印象还蛮好 你会认为他是一个很帅 或者是很漂亮这样的一个人 很有艺术气息 会感觉到说 这个人恐怕是会 懂得欣赏美的这种人 就是有些人一看 就是艺术家嘛 他身上带了这样的一个 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气质 说话会比较好听 说话声音有一点温温柔柔的 然后属于说 像 因为感觉到说话的话呢 不会很吵 属于那种平心静气的 和你沟通 和你交谈 即使说是大家再去谈论同一件事情 他说话的语速也不会说是特别的着急 或者是特别吵 是慢慢去讲 但是思维能力很好 应该是说在脑子当中转很久之后 才会把这些话说出来 然后你听他讲东西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哎我怎么这么愿意听这个人讲话 就说话像唱歌一样 比较清脆的一个声音 那我们再来看看说 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他是怎么看你的 他对你的第一感觉是如何啊 好我们这里抽到了 是一个鹤牌啊 这组朋友的话呢 他也会觉得说你身材蛮好的 而且说腿很长 因为这个鹤牌本身的话呢 就是属于这种腿长 而且很优雅的一个人 他会觉得说你外形很配 那这组朋友 你们两个人啊 确实是外形 就是第一眼看的时候 两个人都觉得 对方是属于这种说 偏向于艺术性强的 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会觉得说呢 你是这种 整个人比较偏向于 特别优雅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 鹤牌嘛 因为他脖子长长 腿长长的 就会给人感觉说呢 整个人很嫌弃 而且你应该是 在他眼中的话呢 属于脸比较小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啊 眼睛大大的 然后偏瘦嘛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总之来讲 你的露出来的地方 就会给他感觉说 是这个人很瘦的 这种感觉 然后尤其是脸会比较小啊 脸会比较小 看起来的话呢 你在心里的这个脸的长相 会偏向于右胎 因为鹤牌的时候 虽然说他 他的五官长相和人的长相 是不一样的 但是鹤牌总会感觉他的眼睛 非常的吸引对方 你们两个人都是啊 就我们常说的 就是因为灵魂相似 所以看对方眼睛的时候 就有一种说是 被吸入进去的这种感觉 两个人可能第一天的时候 不敢看对方眼睛啊 因为一看对方眼睛 可能两个人就会有一点说 失语了 不知道如何去说 可能就是这个思路 有一种被打断的这个感觉在 然后他对你的感觉的就是 你很优雅 你那天的着装啊 你整个人的状态 都会让他觉得说 是非常的这种优雅的 然后高雅这样的一个人 看起来就是属于那种说 有极高的教养啊 然后工作的能力 也是属于这种 非常从昂的这种状态 他对你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好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是那种说 被对方气质所吸引到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被对方的长相所吸引这个能量 就是单看背影 你两个人都非常的吸引对方 好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你和他各自的这种感觉如何 那我们接着的话呢 再来抽牌 看看说 他对你的爱是怎样的啊 我们来抽牌看哦 好 这里的话呢 抽到的是星币的试者牌 星币试者牌出现的时候 那我会觉得说 他给到你的爱会比较偏向于 我要找一个东西挡一下啊 然后的话呢 他会给你的爱的话呢 是稳定居多啊 给到你的爱就是说 以你的这种需求啊 以你的这种喜好 去量身定制的这个能量在了 因为试者牌会偏向于 学习的一个能量 他想要给到你这种慢慢的 然后是这种照顾类型的 这样的一种爱 会想要和你一起去做一个事业 一起和你有一种合作 我觉得这个人实力的话呢 是很高的 你们两个人都属于这种说 特别有才华 特别有能力的人 但是这个才华 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 合作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优秀 所以这个人的话呢 他给到你的爱 就是两个人共同去做某事 他觉得说是一种 很自然状态之下的连接 而且能够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 关系啊 变得说是非常非常的紧密 所以他就更多的初衷 想要联系你的这种初衷 就是想要和你有更多接近 才会说是说有这种事业合作 所以他就是说打着这种事业合作 这样的一个理由 然后的话呢 来和你联系啊 想要和你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去沟通去交流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 比较慢一点的这种情感表达方式 给到你的爱就是比较实用 但是又不会说是主动的大声吵吵嚷嚷 说我爱你 我喜欢你看我给你的爱怎么样 他不是这种炫耀型的这种爱啊 而是说呢 欣赏你的才华 然后是想要让你的内心接受他之后 他再去表白 他再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 好 来看这张牌啊 那又是一个土元素的能量 是我们星币的骑士啊 然后等会再抽一张牌 然后星币的骑士给我感觉 依然是非常的想要和你合作 所以他给到你的爱的话呢 真的是有一种说是这种缓慢 但是很稳定 很踏实的这种感觉 会非常实用 他是有一种说怜惜你 然后想要给到你的 是这种说不着痕迹的爱 就不是那种说施舍类型的 他会是为你付出 但是他并不会说是 做的特别明显 不太像是那种施舍型的一个付出 而是说他关爱你 想要给到你很充足的爱 但是这种爱的话呢 他希望是平等的 害怕你拒绝 害怕你结束 你不想要 他会觉得说呢 你是一个很有才华 然后很优秀的人 他害怕说是过度的给予的话呢 让你觉得说 他是不是认为你是一个 只在意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他的爱的话呢 就是比较低调的 就是默默去做啊 做的多 说的少 这样的一种爱 我们再来抽一张牌 看看啊 好 接着的话呢 抽到的是宝剑4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宝剑4这个能量 能够看到说 对方给到你的爱的话呢 就会比较偏向于一种说是 隐忍的 就是你们两个人啊 也是说很多人在一起的话呢 他不可能说是上来就 气和很多 但是这个人就会比较偏向于说是 我做的很多 但是我不想说是 大张旗鼓的说出来 他会是默默的去做 然后你不理解他呀 或者是你们两个人 出现一些小误会的时候 他更多是自我消化 这样的一个类型 然后同时的话呢 宝剑4的能量 我觉得说和他在一起啊 他会能够去疗愈你过去的一些内心当中的想法 或者说是一些不开心不快乐的一个讯息 他好像能够去搞懂你因为什么事情不开心 因为什么事情不快乐 他会尽可能的去给到你疗愈力 然后的话呢 给你引到一种说是光明的 然后放松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遇到这个人之后的话呢 你会意识到自己是有能力的 然后你也会能够说通过自己的能力 过上一个非常稳定的幸福的生活 但是其实这些离不开他的一个帮助 只是这个人的话呢 不想要说是把这个功劳落在自己身上 他想帮你 但他希望说是帮助你的方式 是你认可的 是你喜欢的 更重要来讲 他是想要帮助你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价值 认识到自己的一个能力 他希望通过他的帮助之下 你能够去展现自己的才华 然后做一个说是与自己啊 就是能力才华相匹配的这样一个事业 然后进入到一种稳定的生活当中 所以他给到你的爱的话呢 是低调的 但是是这种付出类型的爱 他不想被你被他的爱困住 但是他想要呢 你过得更好 是这种奉献型的爱 好这些的话呢 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的所有信息啦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祝福大家哦 大家记得领取好运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然后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哦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